文档要在八点半之前送到吗? 顾清诚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此时已经八点九分,距离八点半,仅仅剩下二十一分钟的时间。 难不成是唐诗在为难他,想要借这件事,将他轰出圣唐企业。 顾清诚接过诚写一手中的文档,看似很无意地随口问了一句,这个合作案不是我负责的,为什么让我去送? 诚写一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冯一一刚刚打来的电话,说是唐总让你送的。 冯一一打来的电话?顾清诚拧了一下眉,然后又问,冯一一说是唐总说的。 诚写一有些不明白,顾清诚为什么要重复一遍自己说的话,他点了点头,催促着说,清诚,你快点送过去吧,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现在是上班高峰期,不要开车了,直接搭乘二号线地铁。 顾清诚面目平静,只是眉眼微微有些泛身,他默了一会儿,然后呜了一声,就拿着合作案,转身离开。 顾清诚不是傻子,虽然诚写一给他传递的信息并不多,但是他还是依稀地猜测到了一些东西。 他并不知道唐时到底有没有说,合作案八点半之前送不到,就把他赶出圣唐企业。 不过,他知道,这样一个大的难题摆在他的面前,绝对跟冯一一脱不了干系。 真是没有想到,过了三年,冯一一办事的手段,还是这么拙劣,这么容易被人发现。 冯一一这么做的目的很显然,无非就是想要借机把他赶出圣唐企业。 顾清诚想到这里,眼神变得有些冷。 他握着装着合作案的文档,急急忙忙地往地铁站里跑去。 顾家虽然不如唐家资产雄厚,但是从小却也把他,当成明珠一样,娇生惯养。 他何时在上下班点这样的高峰期里,跟人身体贴身体地挤过地铁。 顾清诚被挤得,脚勉强挨注地,他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散发出的味道。 可是,他却咬紧牙关地忍着。 冯一一不就是想要看他说,看他笑话吗? 那么,偏偏越是他觉得,他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偏偏要完成,而且还要完成得更好。 他说过的,不管是谁,只要阻拦了他嫁给唐石的道路,他就绝不会手下留情。 会所距离最近的地铁站,大概有五百米的距离。 街道上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拦出租车恐怕会更浪费时间。 顾清诚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还有八分钟,顾清诚咬了咬牙,直接冲着会所的方向跑去。 顾清诚没有料到,周一会有这样的一件难题摆在自己的面前。 所以,在上班之前,他刻意选了一身漂亮而又端庄的粉蓝色职业装,搭配了一双铜色系的细跟高跟鞋。 还没成年,顾清诚便开始穿高跟鞋,因为习惯,所以走的时间久了,他也并不会觉得特别累。 可能是因为他跑步的速度太过,人也有些急,一步小心鞋跟踩进了下水道,顾清诚的脚腕瞬间传来了一道巨疼。 顾清诚整个人一下子蹲在了地上,他捂了五脚腕,看到时间还剩下五分钟,顾清诚抢忍着脚上的疼痛,直接脱掉了高跟鞋,拎在手里,不顾周围人的目光,光着脚丫,冲着会所一瘸一拐地跑去。 最初的时候,顾清诚还能忍受脚腕上的疼痛,可是伴随着他的走路,脚腕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引带着他的额头都冒上了一层汗,甚至到了最后,顾清诚整个人蹲在了地上,有些站不起来。 还有三分钟,如果他赶不到,那么面临的就是他半事不力。 再加上,如果真的是唐石想要他离开圣唐企业的话,恐怕这一次他真的凶多吉少了。 顾清诚咬着牙,想要再站起来,却发现脚腕上传来了一道更加尖锐的疼。 顾清诚知道,自己肯定赶不上了,可是他不能看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好不容易进来圣唐,还没有几天,便被赶出去了。 他必须要在八点半之前,想到一个办法解决掉现在自己面临的问题。 只是,他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顾清诚咬着手指,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了两圈。 程血义说,那个电话是冯依依打来的,冯依依那么讨厌他,如果自己现在打电话给冯依依,让他过来取,他弄不准又是什么样的手段,落井下石他。 程血义在公司,肯定是帮不了他了。 想来想去,最后顾清诚只能想到了唐石。 只是想到这个名字,顾清诚的心底,就浮现了一阵说不出来的害怕,但是如果自己送不到合作案,耽误了他的工作。 冯依依和他现在的关系这么好,添油加醋地说他两句,弄不好,唐石真的让他立即滚蛋了。 再说,或许,唐石说他送不到合作案,就滚出圣堂,只是冯依依自己打电话,私自带的话。 顾清诚心底撕亮了一阵子,然后就咬了咬牙,压下自己心底的恐惧,然后拿出手机,找了唐石的电话号码,拨了出去。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他也不愿意放弃。 电话拨通,里面传来嘟嘟的长音,顾清诚的心底,随着这道声音越来越紧张。 电话响了五声,就在顾清诚觉得不会被人接起的时候,电话被接听。 电话的那一端,传来的不是唐石的声音。 而是一阵脚步声。 隔了一会儿,脚步声停止,电话里,才传来唐石一贯清冷的声调。 喂,顾清诚听着他的声音,心跳险些停止了。 他握着手机的手心里,都出了一层汗,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口说,唐总,我是顾清诚。 嗯,还真是吸字如今,只是高冷的一声语气助词。 顾清诚知道唐石没有开口的意思,他吞了一口唾沫,压下心底的紧张,让自己语气镇定地说,您今天开会所需要的合作案,我已经送过来了,您可以让冯一一过来取一下吗? 不是只有冯一一一个人会打入一算盘,他顾清诚也会。 唐石让他来取,他自然不敢动任何的小心思,自己送上来。 唐石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商量的余地,直接对着顾清诚开口说,他是什么意思?合作案送过来了?却不上来,是因为周末他那样对他,不肯见他了。 明明隔着一个电话,可是顾清诚却隐约地感觉到,唐石身上散发出来的骇人气息,他紧张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跳动,他生怕他下一秒开口,就让他从圣堂滚蛋。 所以顾清诚他小心翼翼地开口,用商量的语气说,您可不可以晚开一会儿的会,我的脚腕扭伤了,可能会有点慢。 电话的那一端,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 顾清诚猜不透唐石心底的想法,更加忐忑不安。 就在顾清诚以为唐石默认,他准备挂断电话,死扛着受伤的脚腕,将合作案送过去,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唐石却突然间开口,问,你在哪里? 顾清诚以为,他同意了让冯一一过来拿文件,立刻说,就在会所东边大概三百米处。 顾清诚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电话咔嚓的一声,就被挂断了。 他的话,只好硬生生地断在了自己的喉咙里。 顾清诚耐心地坐在路边,等着冯一一过来取合作案。 然而,等了约末十分钟,顾清诚都没有等到冯一一的身影,正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再次打个电话询问的时候,突然间一辆骚包的黄色法拉力停在了自己的面前。 车窗落下,从里面露出苏年华特有的招牌是阳光笑容,小青青。 顾清诚心想,这个世界还真是小,自己蹲在路边等冯一一,竟然都能偶遇到老熟人。 对于顾清诚来说,苏年华和四月一样,是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不像是他和唐石那样,他总觉得低了唐石一等,他要小心翼翼,要谨慎讨好。 因此,顾清诚遇见苏年华,还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即便他被自己的脚腕腾出了泪光,他的脸上却依旧挂着灿烂的笑,冲着苏年华自然而又平常地打了一声招呼,年华,好久不见。 小青青,好久不见。 你一个人蹲在路边干什么? 苏年华问了一句,目光下移,就看到顾清诚手握着的脚腕。 苏年华推开车门,立刻下车,走到顾清诚的面前,伸出手,将顾清诚从地上拉了起来,能不能走。 顾清诚勉强地抬起脚,在地上迈了一下,疼得他倒抽了一口气。 苏年华想也没用想的,就弯身将顾清诚一把抱起,走到车前,打开车门,将顾清诚塞了进去。 苏年华发动车子,准备送顾清诚去医院的时候,顾清诚想到自己的合作案, 还没给唐氏送过去,立刻说,年华,你先去前面的会所,我把合作案交给唐总。 苏年华流畅地打转了一下方向盘,驶入了前面的主路,说,不用过去了。 说着,苏年华看了一眼后视镜,然后才迎上顾清诚有些迷惑的眼神,解释,会议取消了。 取消了?顾清诚眼底的疑惑变成了震惊,这个会议不是盛唐的一个大案子吗? 怎么会取消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吗?还能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苏年华的话说到这里,脑海里突然间想到唐氏给他说的话,他连忙将最后一个泥自应生生地吞回了肚子里。 他刚刚都快要到盛唐企业了,唐氏却给他打来了电话,说顾清诚在来给他送文件的路上,扭伤了脚,让他送他去医院。 他当时随口问了一句,要不要先将合作案给他送过去,以免耽误了会议。 唐氏没有任何犹豫的开口,说不必了,会议直接取消。 几百亿的案子,因为顾清诚的脚,因为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试着劝说了一句,哥,扭伤脚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要么还是先送下合作案吧。 这个案子你折腾了好久,浪费了很多心血。 唐氏似乎心情不好,语气有些冲。 我说这个案子,不要就不要了,顾清诚之前就扭伤过脚。 你现在立刻带他去医院,以免他落下什么习惯性扭脚的毛病。 和唐氏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他听得出来,他哥这是在用焦急掩饰心慌,因为担心顾清诚而出现了心慌。 他立刻应了一句,打算挂电话。 可是,唐氏却突然间补充了一句,说,别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去的。 他当时想也没有想的,就回问了一句,为什么,结果唐氏什么也没说,就咔嚓地将电话切断了。 还不是因为苏年华想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就随口拈来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高冷的借口,说,哥没兴趣了。 那么大的一个案子,他一个没兴趣,说不做就不做了,那么随心所欲。 而顾家,对于他那个千分之一都不足的案子,都是想尽办法的要拿下。 这就是顾家和唐家的区别。 顾清诚一瞬间变得有些伤感,他微微地瞥了头,望着窗外,没有出声。 苏年华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沉默的顾清诚,最后动了动唇,什么也没说,只是专心致志地开着车,载着顾清诚去了旧境的医院。 顾清诚的脚腕没有伤到骨骼,并没什么大碍。 医生给拿了一些外肤的消肿阵痛的药,提醒顾清诚在两天之内,脚腕尽量不要用力。 苏年华排队取药的时候,让顾清诚坐在医院走廊的休息,以上等他。 医院的人有些多,苏年华等了约末十分钟,才排上队,领了药。 他正准备去找顾清诚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是唐食打来的,苏年华接听,哥,在哪里? 电话那一端的问话,干脆的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在中药取药房,马上要回去了。 苏年华顿了顿,然后讨好卖怪一样的说,医生说,清诚的脚腕没什么事,没有伤到筋骨。 这两天尽量不要脚腕用力,就没什么大碍。 变化那一端的唐食,明明前一秒,还好好地听着苏年华讲述顾清诚的诊断和治疗。 可是在下一秒,确定了顾清诚没什么大碍,就一点也不含糊地讲电话利索的挂断,硬生生地无视了苏年华的讨好卖乖。 苏年华拿着药,走向了顾清诚。 他伸出手,扶着顾清诚站了起来,可以走吗? 嗯…… 刚刚在找医生检查的时候,医生对着他的脚腕按了两下。 当时虽然疼得他眼泪险些掉下来,可是疼痛过后,却比之前要轻松许多。 顾清诚脚腕受伤,苏年华和顾清诚走路走得有些慢,两个人快要走出西药房门口的时候,唐食却带着路然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路然眼尖的抢先一步,看到苏年华和顾清诚,老五,正找你呢? 路然说着,就抢先一步地走到了顾清诚和苏年华的面前,望着顾清诚,微微一笑,说,清诚,回来了。 时隔这么多年,路然还是那种老样子,开口说话的语气,温润如雅。 顾清诚冲着路然灿烂一笑,眉眼都弯了起来,此时恰好阳光生气,明晃晃地照在他的脸上,折射出一股刺眼的光辉。 二哥,三年没见,清诚比以前漂亮了很多。 路然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顾清诚,然后又说,不过也瘦了不少。 再漂亮动人的女人,不管她的身材有多好,也总会觉得自己有些胖。 顾清诚也不例外,她明明被路然夸瘦,夸得心花怒放,可是偏偏嘴上的话不但没有高兴的意思,反而还有几分埋怨。 二哥这是在说,我以前胖,以前不好看了。 路然说,清诚,你这分明是强词夺理。 顾清诚说,二哥,我这叫距离力争。 苏年华刚准备开口,插入路然和顾清诚的话题,却突然间撇到冷着脸走过来的堂食,立刻改口。 喊了一声,哥。 此时的路然恰好开口说,孔子还真是有仙剑之名,留下了那么一句真理,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顾清诚冲着路然哼了一声,正准备回一句誓,我是女人,你是小人。 结果就听到苏年华口中传来了一声,他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看到就看到站在路然身后两步远的堂食。 顾清诚的话,瞬间就被噎死在了咽喉里,他脸上原本带着的灵动明媚的笑意,也跟着一下子收敛了起来,整个人规矩而又端庄地站在原地,冲着唐食绽放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语气轻软地喊了一声,唐总。 唐食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目光淡凉地落在顾清诚的脸上。 明明现在的他对着他也在笑,可是,却和刚刚的笑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对着路然笑的时候是从心底笑的,而他对他的笑没有用心,没有灵魂,只是公式的笑。 仿佛刚刚那个巧笑嫣然,笑颜如花的女子,只是另外一个人。 顾清诚知道,唐食在盯着自己看,他的心底又开始泛起了紧张,表情也跟着越变越僵硬。 唐食的脸,随着他的表情变化,也跟着一点一点地冷了下来。 苏年华感觉到周围气氛地凝固,他连忙开口,打了圆场,哥,你怎么过来了? 唐食盯着顾清诚继续看了两秒钟,才凉凉地挪开了视线。 开口还是那副冷冰冰的强调,我来拿合作案。 路然站在一旁,听到这句一本正经的话,嘴里发出了一声扑哧。 结果他的笑只是进行了一半,唐食目光锐利地扫了过来,像是五十只锋利的小刀射向了他一样。 吓得路然连忙把笑憋回了肚子里。 唐食这才将凉淡的视线再次落在顾清诚的脸上,问,合作案呢? 顾清诚看了一眼苏年华,刚想开口。 苏年华却嘴快地说,在我的车上。 你是顾清诚吗? 唐食侧头望了一眼苏年华,然后就冷着脸,转身离去。 苏年华,路然和顾清诚连忙跟上。 唐食的脚步走得很快,顾清诚脚受了伤走得很慢, 就在苏年华和路然挣扎着他们跟着唐食。 还是陪着顾清诚的时候,唐食的脚步却一点一点放慢了速度。 走进停车场,苏年华连忙开了车门,从里面拿出了合作案,递给了唐食。 唐食狠狠地夺过了合作案,扫了一眼一旁站着的顾清诚, 对着苏年华说,送他回家。 回家? 他公司里还有工作没有完成,对到明天,肯定会忙疯的。 顾清诚连忙说,医生说我没事的,而且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盛唐离了你,倒闭不了。 唐食淡淡地扔了一句话,便转身走到了一旁自己的车前, 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踩了油门,扬长而去。 苏年华和路然将顾清诚送回家,便赶回了盛唐公司, 恰好赶上了周一每天中午召开的例会。 开会的时候,唐食和从前一样,只是听着大家总结上周的公司业绩, 然后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 只是到了路然和苏年华总结工作的时候, 唐食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字字针锋相对, 像是鸡蛋里挑骨头一样,给两个人挑出了一大堆的毛病。 最后,唐食将苏年华的企划案往桌子一摔, 说,老五,你给我重新做这个企划案。 随后又抬起头,对着路然说, 如果今天下午,你交上来的原生太原创意再不够好, 我就直接把你分配到鸟不拉屎的山村里, 让你彻彻底底地感受一把,什么叫做原生太。 说完唐食便扔了一句散会, 就拿着自己桌子上文件,离开了会议室。 唐食一走,会议室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 四月趴在桌子上,望着路然和苏年华, 毫不掩饰着自己看笑话的心情问苏年华, 老五,老二今天怎么得罪咱哥了? 苏年华虽然也被唐食骂了, 但是一想到可以看路然的笑话, 立刻毫不吝啬地分享。 今天清清给咱哥送和作案的时候, 扭伤了脚, 咱哥明明心底担忧地要死, 偏偏装出漠视的人一样, 打电话让我过去送清清去医院。 我跟清清看完医生拿完药, 正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 咱哥和二哥过来了,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咱哥怎么过来了, 你猜咱哥怎么样了? 四月好奇地问, 怎么样? 怎么样? 咱哥明明是冲着清清来的, 结果他偏偏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 他来拿合作案。 苏年华说到这里, 也跟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咱哥都把那会议取消, 直接干脆不合作了, 那合作案就跟废纸一样, 没有半点用处, 他竟然说他来拿合作案, 然后, 老二就当场扑斥地笑了。 老五, 你少在这里取笑我了, 你不也一样? 咱哥明明在跟清清说话, 问清清合作案呢。 结果, 你压得嘴快地接了一句合作案在车上, 害得咱哥撂下整个公司的事情不管, 跑到医院里, 只听到清清给他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 四月问, 庞总, 不, 这么多年过去了, 咱哥依旧没不闷骚高冷本色。 第二天, 顾清成依旧在家休息了一天, 他原本是要去上班的, 可是清晨七点钟却接到了成写一的电话, 告诉他, 唐总说了, 省得你到公司给大家惹麻烦, 让你在家继续休息。 第三天的时候, 顾清成的脚完全地消了肿, 下午是唐食的生日宴, 不过四点半, 秘书部便下了班, 因为顾清成刚刚因为穿了高跟鞋而扭伤了脚, 所以下午回家换了一身礼服, 搭配的高跟鞋却选了一双中跟的。 唐食的生日宴, 定于晚七点半, 顾清成是七点钟赶到的, 会场已经聚满了很多的人, 都是北京城知名的达官贵族。 生日宴会的现场, 是唐宛一手布置的, 奢华而又唯美。 七点十分, 四月和苏年华双双二致, 自从顾清成回国, 四月除却跟她通了一次电话, 因为一直都在国外忙, 所以这是这是两个人第一次碰上面。 两个女孩从小关系极好, 现在相见, 立刻一下子抱在了一起。 许久未见, 两个女孩自然有很多话要叙旧, 所以四月立刻拉着顾清成, 找了一个角落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做去。 许久未见, 两个女孩自然有很多话要叙旧, 所以四月立刻拉着顾清成, 找了一个角落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做去。 顾清成和四月, 从幼儿园便形影不离地粘在一起, 宛如一对双生花, 尽管分开三年没见,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熟络, 两个人完全不顾周围的环境, 神采飞扬, 叽叽喳喳地一直说个不停。 八点半, 宴会大厅的灯, 突然间暗了下去, 这才打断了顾清成和四月的谈话。 四月扭过头, 看了一眼不远处舞台上亮着的光, 生日宴快要开始了, 我们过去吧。 顾清成玩耳一笑, 牵着四月的手站起身, 两个人冲着舞台前走去。 参加宴会的人, 早已经将舞台围绕得水泄不通, 四月昂着头, 想要找一个相对靠近舞台的位子, 恰好和苏年华的视线对在了一起。 苏年华冲着四月招了招手, 四月便拉着顾清成不断地说着抱歉, 情让一让地挪到了苏年华的身边。 四月和顾清成刚刚站稳, 唐石便从舞台后面的门走了出来。 男子只是穿了一身简单的手工黑色西装, 里面是最普通的白色衬衣, 打着一条红色的领带, 看起来贵气逼人。 他缓缓地踏着步子, 走到了舞台的正中央, 一束白光静静地打在他挺拔修长的身上, 白皙俊朗的脸上, 五官精致地有些不真实, 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淡漠, 握着话筒, 只是三言两语地说了一些官方话, 便直接将话筒给了站在一旁的路然。 路然穿了一身红色的西装, 拿着话筒, 自证腔圆地说, 很感谢大家来参加盛唐总裁 唐氏先生的生日宴会, 希望今晚大家吃好喝好, 尽兴而归。 路然的话, 引得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 服务员训练有序地端着香槟, 给在场的每个人挨个地送了一杯。 我敬大家, 唐氏微微冲着台下, 微微举了举杯子, 然后眉眼不眨地抬起头, 一饮而尽。 台下的人也纷纷举起酒杯, 一干为尽。 宴会大厅的灯, 在大家纷纷落杯之间, 陆陆续续地亮起。 唐氏和路然刚从舞台上走了下来, 周围便快速地围上了一圈人, 对他敬酒道祝福, 送礼物。 不管唐氏是不是真心地喜欢那些礼物, 但是每一件礼物, 他都是亲自接过来, 道一声谢谢, 然后才转交给自己身边站着的路然。 唐氏面对参加宴会的这么多人, 应对自如, 不急不躁。 他的面上始终含着一抹温雅有礼的笑。 那笑, 分寸拿捏到恰到好处, 多一分显得有些清静, 少一分显得过于傲气。 可是, 尽管如此, 却还是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这就是唐氏的过人之处, 不管他看起来对你有多友好, 也不管他现在开口对你说的话多礼貌, 更不管他是不是活生生地站在你的眼前, 他就是可以给你一种远在天边, 高不可攀的感觉, 让你完全捉摸不透, 他的心底到底在想些什么。 四月从一旁的侍者手中拿了两杯酒, 递给了顾清诚一杯, 然后挽着他的胳膊也凑进了人群里。 有不少精心打扮过的千金大小姐就站在唐氏的身边, 他们明明确确欲试, 却偏偏还是摆出一副矜持的姿态。 不管那些千金大小姐长得如何倾国倾城, 唐氏的脸上始终保持着风淡云青的官方式淡笑。 好不容易四月挤到了最前面, 他俏丽地昂着头, 喊了一声, 哥, 然后就冲着唐氏举过去了酒杯。 唐氏脸上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动, 但是看着四月的眼神却微微变得暖了一些。 两个人碰杯, 一饮而尽, 四月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递给了唐氏, 哥, 生日快乐, 谢谢。 唐氏接了过来, 将这份礼物交给的不是陆然, 而是林景臣。 林景臣和陆然都站在唐氏的身边, 帮他接收礼物。 旁人可能不知道, 礼物嫁给林景臣和陆然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 跟唐氏相识了这么多年的顾卿城, 却知道。 因为给唐氏送生日礼物的人太多, 他不可能会一一地拆封。 对于一些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人, 唐氏收了礼物之后就会交给陆然, 直接连打开都不打开, 便扔进了仓库里。 而另外一些交给林景臣的礼物, 唐氏会拆开, 会保存。 所以, 判断一个人对于唐氏来说到底重要不重要, 只需要看他把礼物交给林景臣和陆然便知道了。 从顾卿城站在唐氏周围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注意着这个细节,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千金大小姐送的礼物都被唐氏扔给了陆然。 四月道完祝福, 送完礼物, 便让开身, 扯了顾卿城一把, 把他直接扯到了唐氏的面前。 顾卿城正准备端起酒杯, 对着唐氏到祝福的时候, 突然间一旁有人抢先一步地开了口。 十哥, 生日快乐。 冯依依穿了一身耀眼的红色长裙, 美艳动人地站在唐氏的面前, 对着他举起了酒杯, 修饰的珠光宝气的指甲, 在水晶灯的照射下, 折射出耀眼的光。 唐氏瞄了一眼顾卿城, 看到女子温婉大方地站在原地, 被冯依依抢先一步打了招呼, 眉眼之间却没有丝毫的不悦和失落。 唐氏微微捶了一下眼帘, 便侧过头, 望着冯依依微微一笑, 和她碰了碰杯。 两人喝过酒, 冯依依便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了过来。 谢谢。 唐氏道了一声谢, 将礼物接了过来, 眼角的余光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顾卿城, 看到她平静从容的面孔, 她手微微停顿了两秒, 然后便将礼物给了林景臣。 这是今晚, 第一个千金大小姐送的礼物, 被唐氏递给林景臣的。 看来, 冯依依对唐氏来说, 真的非同一般。 顾卿城微微眨了眨眼睛, 压下心底的暗淡。 先和唐氏碰了碰杯, 喝过酒。 顾卿城将自己准备的礼物递到了唐氏的面前, 生日快乐, 唐总。 唐氏, 时光。 曾几何时, 她口中的称呼, 变成了唐先生, 唐总这样疏离的字眼。 唐氏盯着顾卿城交好动人的笑容, 半赏都没有伸出手, 去接礼物的意思。 那份礼物并不重, 可是唐氏迟迟不伸出手来接, 顾卿城却渐渐地觉得, 手腕上有些泛沉。 怎么回事, 唐先生怎么不收礼物? 这个女人是谁? 顾家的小姐, 叫顾卿城。 原来是她啊, 听说之前她和唐总关系很好。 后来不是去了英国吗? 因为唐氏的停顿, 有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地讨论了起来。 顾卿城尴尬地, 只能用力去抓着礼物包装盒, 将外面那一层包装纸抓得有些贩重。 四月纵使心底偏袒顾卿城, 也不敢真的去招惹了唐食, 所以便给林锦臣使了个眼神。 虽然不知道, 顾卿城到底是哪里惹了唐食对她如此, 但是, 四月却知道, 顾卿城的生日礼物, 不用说, 唐食都会荡成一个宝的。 这几个人从小都是一起长大的, 一个眼神一个举动, 都知道彼此心里的意思。 所以林锦臣立刻向前走了两步, 对着顾卿城替唐食说了一声, 谢谢, 然后准备接过礼物。 唐食却突然间伸出了手, 一把夺走了顾卿城手中的礼物, 直接递给了一旁的陆然, 然后顾卿城的礼物, 便淹没在了很多不被唐食重视的礼物里。 四月自然明白, 陆然接受的礼物是被遗弃的下场, 她忍不住出声, 喊了一声, 哥。 唐食却像是没有听见四月的抗议一样, 儒雅从容地转过身, 和下一个人继续打招呼。 顾卿城眼光定定地望着陆然面前的推车里, 自己的那个礼物盒。 她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自己竟然和冯一一调了个个。 曾经被唐食眼睛一眨, 也不眨地扔进遗弃礼物堆里的冯一一, 却得到了唐食的重视。 而曾经每次唐食过生日, 都第一个先领礼物, 拆礼物的她, 却被她看都懒得看一眼地丢进了被遗弃的礼物堆里。 就像是三年前, 她与她一夕之欢后, 便被她毫无眷恋的遗弃。 可能因为顾卿城盯着陆然面前推车里, 她那个礼物喝太久。 四月心底有些担心, 忍不住对着苏年华, 几眉弄眼了一阵子, 苏年华将自己的礼物, 直接扔给了林景臣, 然后就打圆场一样地说, 小月, 青青, 陪我过去喝两杯。 好啊好啊。 四月附和着应了一声, 就拉着顾卿城, 硬生生地把她带离了唐食的周边。 三个人回的, 依旧是之前四月和顾卿城聊天的那个偏僻角落。 坐下之后, 四月和苏年华立刻一唱一和地, 开始扯开了话题。 然而, 顾卿城却没有宴会之前, 和四月聊天的那股活泼和灵气, 坐在位子上只是沉默地听着。 四月和苏年华原本是为了顾卿城才扯的话题, 结果她一声不吭, 两个人说着说着, 有些说不下去了。 最后, 导致三个人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 恰好此时晚宴开始, 四月急忙开口, 打破了沉默。 青青, 我们去拿点东西吃吧。 顾卿城真的没什么胃口, 却还是跟着四月站起身走向了自住餐饮区。 真的如同那一天唐石在办公室里的所说, 她的生日宴上准备了很多种口味的蛋糕。 顾卿城和四月来取食物的时候, 唐石正在吹蜡烛, 切蛋糕。 她的周围依旧围绕了很多的人, 就连四月都举着盘子凑过去, 等着分蛋糕了。 那么多人给她过生日, 即便她不喜欢那个人, 也没有表现出来, 唯独她例外。 顾卿城是真的怕她再给他难看, 让周围的人看去了笑话。 所以, 顾卿城默默地绕开切蛋糕的地方, 一个人躲得远远地, 挑选了一些清淡的食物, 回到了那个偏僻的角落里。 苏年华也去切蛋糕的地方凑热闹了, 所有的人都聚在那里, 唯独她一个人, 孤单单地坐在这边。 顾卿城背对着切蛋糕的方向坐着, 身后有着热闹的声音, 不断地传来, 显得她的周身, 寂寥而又冷清。 最初回国的时候, 她的心底一直都坚信, 自己很有把握, 可以嫁给唐石, 带着顾家飞黄腾达, 成为自己家族里的贵人。 甚至在这段日子里, 她也一直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奋斗着, 坚持着, 她一直觉得, 只要自己事事做到更好, 让唐石满意, 她就会如愿以偿地嫁给她, 当上唐家的女主人。 所以, 不管唐石给她多少屈辱, 多少难堪, 她都忍着, 她也一直以为, 自己会忍下去, 忍到成为她的妻子, 忍到目的达成。 可是现在, 她才发现, 自己竟然有些忍不下去了。 顾卿城动了洞唇, 眼底爬上了几分茫然。 卿卿, 突然间身后, 传来了四月的声音, 顾卿城连忙收敛起了自己落寞的神情, 吞了吞唾沫, 面带微笑地扭过头。 四月和苏年华一人端了两个盘子, 上面放着不同口味的蛋糕。 四月和苏年华将蛋糕放在了桌子上, 四月抖了抖, 一路端着盘子走来有些类的手腕, 说, 我和老五, 把所有口味的蛋糕都拿来了一块, 轻轻,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自己拿。 四月说着, 咬了咬手指, 抬起头, 望着苏年华说, 老五, 我让你分别都记了口味, 你记住了吗? 苏年华的记性向来惊人, 他抬起手, 从最左边的盘子里, 开始指着蛋糕, 说起了那些蛋糕的口味。 顾卿城顺着苏年华的手指, 挨个地看着, 最后在听到香草蛋糕的时候, 他拿出刀子, 切了一大块, 放在了自己的盘子里。 蛋糕好吃, 但是吃多了确定。 顾卿城吃了一半, 便放下了叉子, 远处依旧很热闹, 像是在进行着什么游戏。 十个三年, 一点也不胖的四月, 依旧和从前一样, 到了晚餐能少吃, 就尽量少吃, 所以, 他只是吃了两口, 就停了动作, 看着顾卿城和苏年华吃完, 才开口, 说, 我们也去那边玩一玩。 顾卿城看了一眼远处热闹的场景, 一眼便从人群里, 看到淡然地坐在位子上, 手中举着酒杯的唐食。 不知道是不是顾卿城的错觉, 他觉得, 唐食似乎正冲着他的这个方向瞧来, 顾卿城连忙收了视线, 冲着四月和苏年华摇了摇头, 撒了一个谎, 我喝了酒, 有些不舒服, 就不过去了, 你们过去玩吧。 四月和苏年华都是聪明的人, 哪里没看出来, 顾卿城正是在避免和唐食在公众场合见面。 顾卿城不去, 四月和苏年华自然也不会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过去。 苏年华眼尖地扫道, 一旁桌子上放着的五子棋, 然后就拿了过来, 将桌子上清理出来了一些空位, 说, 我今天也有些累, 懒得去应酬, 不如轻轻, 我们玩五子棋,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 四月提议, 好啊, 小爷我奇迹高超, 白者不怕。 苏年华摊开了棋盘, 将白子推到了顾卿城四月的面前, 自己拿了一个黑子, 率先放了一枚。 顾卿城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倒是四月, 真的兴致勃勃地和苏年华厮杀了起来。 五子棋本就没什么技巧和难度, 苏年华和四月, 一攻一守, 两个人一直将黑子白子完全下完, 都没有打出一个胜负。 于是, 两个人重新开局, 原本因为堂食, 而郁郁寡欢的顾卿城, 也渐渐地将心思转移到了五子棋上, 甚至, 他将脑袋逐渐地凑到了棋牌上, 帮着四月开始出谋划策。 第二局, 依旧是黑子白子放完, 都没有奋出胜负。 二打一, 都没有赢得了我。 苏年华一边捡着棋子, 一边嘖嘖了两声, 与其要多得意, 有多得意。 不知道是不是被苏年华那句话刺激的, 第三局的顾卿城, 性质更浓。 苏年华看到顾卿城终于有了精神, 于是厮杀了一会儿, 就故意放水给顾卿城, 让他和四月赢了自己。 顾卿城的脸上, 瞬间绽放出了一抹笑容, 眉眼舒展, 亲力角色。 他得意洋洋地剪着白子, 冲着苏年华挑了挑眉, 微微抬了抬下巴, 与其有些傲慢地, 还记了苏年华刚刚的那句话, 手下败将。 小悠我不服, 再来再来。 于是, 新的一局再次开始。 顾卿城相比较之前, 显得开朗而又活泼许多, 话也多了起来。 苏年华刚刚故意给顾卿城 放水才输的, 这一把, 苏年华为了吊着顾卿城的兴致, 苏年华倒是步步严谨, 好几次顾卿城险些一步留神, 便输了。 眼看着托盘里的棋子越来越少, 顾卿城和苏年华 依旧没有分出胜负, 就在顾卿城以为这一次会平局的时候, 苏年华放了一个黑子。 这个黑子吓得很妙, 顾卿城守得了一处, 却守不了另一处。 这局棋, 顾卿城输, 已经成了定局。 赢定的苏年华, 学着顾卿城刚刚的模样, 冲着他挑了挑眉, 也抬了抬下巴, 说, 小爷我刚刚就是让着你才让您的, 只要小爷我想, 随时可以让你输。 顾卿城看着苏年华的嚣张, 眼珠子轻轻地转了转, 然后就抬起脚, 狠狠地踹了一下桌子, 使得桌子往苏年华的那边, 微微移动了一下, 连带着桌子上棋盘的棋子, 也跟着变得乱七八糟。 赢不了, 他就完赖。 明明是故意的顾卿城, 却歪着头, 一脸无辜地望着苏年华, 摊了摊手, 说, 年华, 棋盘乱了, 刚当的那局不作数, 我们只能重新来了。 苏年华咬了咬牙齿, 望着顾卿城, 说, 卑鄙, 耍赖, 被骂了的顾卿城, 一点也不恼火, 反而看着咬牙切齿, 却又束手无策, 只能认倒霉的苏年华, 笑得更加灿烂, 年华, 我这叫兵不厌诈。 在于是, 新的一局又开始, 这次的苏年华, 拿出了浑身解数,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打败顾卿城, 让他愿赌服输。 顾卿城也全力以对, 只可惜, 在他一不留神的时候, 被苏年华计谋得逞, 再次出现了要赢得局面。 顾卿城有些不悦地嘟了嘟嘴, 然后眼珠子转了转, 望着对面得意洋洋等着他处子的苏年华, 说, 年华, 你是男的吗? 是。 苏年华点头, 那我是女的吗? 你不是吗? 苏年华摆出一副废话的表情。 我是。 顾卿城丝毫不在意他的神情, 继续说, 身世风度是每个男人必备的基本素养, 对吗? 嗯。 苏年华完全被顾卿城绕得有些迷糊了,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表现一下你的身世风度, 让我一个子。 顾卿城笑眯眯地反问了苏年华一句, 然后就抬起手, 将连城四个的黑子, 拿走了一个。 感情这半天, 绕来绕去, 就是这个目的。 他怎么就忘了, 顾卿城从小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主。 苏年华伸出手, 刚想从顾卿城的手中夺走自己的黑子, 结果顾卿城却抢先一步地开口, 说, 苏年华, 你自己承认你是男人, 你有身世风度的。 如果你要是抢走我手中的黑子, 我明天就告诉全北京的名媛, 你上小学给隔壁班女生送情书, 被人嫌弃的事。 那可是他苏年华这一辈子, 最屈辱的一件往事。 苏年华咬了咬牙, 他忍了, 等下他继续赢。 隔了没有两分钟, 苏年华再次要赢顾卿城, 顾卿城这次直接淡定地取走了一个黑子, 然后抬起眼皮, 望了望苏年华, 脸不红气不喘地说, 苏年华, 小月也是女的。 你让了我一个黑子, 就得让小月一个黑子, 否则, 你就是不把小月当女人看。 小月抬起头, 望向了苏年华, 老五, 你是不是想跟我打架? 我现在就喊二哥过来帮我。 二打一, 他哪里打得过? 苏年华咬得牙直哆嗦, 望着得意的顾卿城, 他再次忍。 一举五子棋, 在顾卿城各种奇葩的理由和威胁为借口, 以拿走苏年华的黑子的忠, 最终以顾卿城迎为结局。 顾卿城张罗着苏年华继续来一局, 已经被顾卿城把自己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屈辱往事都嘟囔了一遍的苏年华, 摇着头, 坚决不同意。 唐石看似置身于生日宴会的氛围之中, 其实他一直都在留意着顾卿城。 尽管隔了一段距离, 好事里的唐石还是看清楚顾卿城和苏年华四月再玩五子棋。 似乎是顾卿城迎望, 他脸上的笑容灿烂地宛如白日里的骄阳, 明艳黄眼。 很快, 他和苏年华又开始了一局, 他的神情有些凝重, 时而醋眉, 时而嘟嘴, 有的时候还会咬着自己的手指头, 像是在沉思。 这样的他, 神情如此的丰富多彩, 看起来生动而又动人, 比面对他时永远谨慎小心的模样, 简直是天壤之别。 明知道他那样娇艳多姿的模样, 是对着别人才有的, 可是他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 顾卿城似乎是赢不了苏年华了, 竟然耍赖地踢了桌子, 毁了棋局。 这俨然就是曾经, 他四岁时, 第一次见的那个卿城, 得不到就毁掉的小青城。 唐石的唇角忍不住微微勾了起来, 以至于游戏到了他这里, 他半天没有反应, 而被罚了一杯酒。 毁掉棋局之后, 顾青城和苏年华再次开了新局, 隔了很远, 不知道他对着苏年华说了些什么, 不断地从棋盘上拿走黑子, 而苏年华的表情像是吃了屎一样, 随着他拿走的黑子, 一次比一次难看, 低沉, 到了最后, 苏年华那模样, 仿佛是快要哭了。 唐石忍不住地轻笑了出来, 再次以至于他输了游戏, 被罚喝酒。 这些游戏, 对于唐石来说, 都是小儿客, 这些年, 何曾输过? 陆然忍不住有些纳闷地, 去注意了唐石, 结果发现, 他一直不断地, 频繁地描向一个方向, 顾青城坐着的方向。 在唐石再次输, 被罚酒的时候, 陆然终于忍不住地, 凑到了唐石的耳边, 说, 哥,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老四和老五他们在干什么? 唐石听到这句话, 端着酒杯的动作, 微微顿了顿, 眼神微微变得有些暗淡, 语气也跟着呆呆了一丝丝的滴落, 我去了, 他就不高兴了。 陆然一正, 唐石端起酒杯, 咕咚咕咚地一饮而尽, 他垂着眼帘, 用力地捏着手中的酒杯, 对着陆然, 继续开口, 让他再高兴一会儿吧。 明明此时此刻, 唐石说话的语气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就宛如和平常理, 他对着他交代工作一样的声调, 可是不知怎么, 陆然却因为唐石的这两句话, 心底莫名的易软, 弥漫起了一丝说不出来的疼痛。 说完的时候, 唐石的视线, 还轻轻地落在了远处, 和苏年华四月, 玩得火热朝天的顾清城, 他的唇角微微勾起, 缓缓一笑。 男子俊朗的面孔, 因为这抹笑, 变得有几分柔情, 甚至他的眼底, 都荡漾了一丝丝的温和, 望着那里, 又是一阵出神。 在陆然的记忆里, 唐石从小在他们这几个里, 就是最优秀的。 从一出身, 他们的身上, 就肩负着未来家族事业的使命, 看似出身高贵, 令人厌慕, 可是人往往很多时候, 只是看到了表面, 却并不知道, 他们为了那些所谓的羡慕, 到底付出了多少旁人都不敢相信的努力和代价。 从贫穷走向富贵容易, 但是从保住富贵长盛不衰, 却很难。 尤其是身为圣唐企业接班人的唐石, 他的手中掌控着的, 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不是他们唐家家族的命运, 还有很多依附着圣唐生存, 在圣唐打工的数千个家庭的命运, 他不能让跟着圣唐企业吃饭的那些员工, 在他的手中福利下减, 工资下减。 所以, 从很小的时候, 唐石已经优秀地让人惊叹, 这个男子仿佛天生就有一种魅力, 可以让人无理由的幸福, 折服, 宛如神一般的存在, 看起来是那么的无坚不摧, 可是, 偏偏就是这样, 被他们当成神一样信仰的男子, 还是败给了所谓的命运。 其实最初的最初, 陆然一直都以为, 感情对于唐石来说, 不过是可有无可无的存在, 毕竟从十几岁情窦初开那一刹那开始, 就有不少女子主动对她示好。 不管是长相多漂亮, 身材多娇好, 家境多般配, 她总是一副不放在眼里的神态, 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那些女人一眼。 看起来要多高冷, 有多高冷。 尽管如此, 还是有着无数的女人, 前赴后继, 层次不穷地冲着她扑来。 不管她和林景臣苏年华的青春, 到底有多色彩斑斓, 唐石始终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 保持着自己的高冷。 直到后来, 他们长大成人, 变得成熟老练, 洞察力敏锐, 他们才发现, 唐石的心底, 一直都藏着一个秘密。 那个秘密, 就是顾清城。 曾经他们有问过唐石, 为什么不在大好青春里, 轰轰烈烈地爱一场, 给自己年老的时候, 留下年华里最美的剪影。 当时唐石听到这句话, 轻笑了一声, 声音淡淡地, 听起来很淡薄, 懒得动心。 连心都懒得动的人, 得是多薄良寡淡的一个人啊。 可是, 等到他们发现了那个秘密的时候, 他们才明白, 原来, 唐石不是对待感情太淡漠, 不是懒得动心, 而是心有所属, 眼底再也容不下他人。 再后来, 他们才明白, 不是他们老练成熟, 也不是他们洞察力敏锐, 而是, 所有的深爱都不是秘密。 如若真的爱一个人, 他在哪里, 你的眼光总会情不自禁地落在他的身上。 如若真的爱一个人, 他的情绪, 你会在不经意之间, 不受控制地被牵动。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你真的会做到心无旁骛, 会成为坐怀不乱的柳下坏。 而他们呢? 看似游戏在不同的女人之间, 或许没有投入感情, 或许有过一瞬心动, 但是, 却终究是心无所属, 心无所恋, 自由自在。 是天度骄子吗? 这么出色惊艳的男子, 明明一生应该过得一帆风顺, 所向披靡, 然而, 终究还是逃不掉一个情子, 那么早早地, 便化地为牢地, 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名叫顾倾城的圈子里。 苏年华终究是没有拧过顾倾城, 再次跟他重新开了一局新的五子棋局。 这一次的顾倾城, 吃了苏年华的好几次亏, 学聪明了, 开始学会提前三四步, 提防着苏年华五子连城。 苏年华好几次的布局, 都被顾倾城识破, 两个人厮杀得越发激烈。 唐氏平日里少不了应酬, 虽然不能称之为谦卑不醉, 但是酒量却真的是高深莫测, 此时也不知道是不是顾倾城在的缘故, 连续三四杯养酒入腹, 他整个人倒是有些恍惚了起来, 于是找了一个借口, 离开。 唐氏原本想去外面吹吹风, 清醒一下大脑,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 脚步就顺着角落里坐着的顾倾城, 苏年华和四月那里走去。 隔了约莫有无米远的距离, 唐氏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顾倾城的声音, 他应该是在和苏年华斗嘴, 嘴里说出来的话, 明明强词夺理, 偏偏却又让人无法反驳, 在他把苏年华堵得哑口无言的时候, 他还不忘记冲着苏年华挑衅地挑了挑眉, 那副模样明显是得了便宜, 还要卖乖, 这样的顾倾城还真是有活力啊, 就像是很多年前的他, 唐氏的脚步顿在原地, 望着顾倾城脸上丰富多彩的神情, 和他嘴里清脆傲慢的话, 以及偶尔散发出来的笑声, 他的神思一下子就忍不住拉回了从前, 唐氏和顾倾城第一次见面之后, 四岁的唐氏经常会抱着一本连环故事书坐在院子里看, 只是他的心思不再是放在连贯故事书里的情节, 而是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隔壁院子里的动静, 顾倾城的动静, 四岁的孩子还不会判断美丽和丑陋, 但是在唐氏的记忆里, 那个时候的顾倾城, 就像是自己大姐房间里摆放的芭比娃娃, 身上永远都穿着五颜六色的公主裙, 略微有些稀少的头发, 梳成两个漂亮的小辫子, 一边夹着一个蝴蝶结, 偶尔在唐氏扭过头, 偷偷地去看顾倾城的时候, 小女孩恰好会和她的视线撞在一起, 但是年仅一岁的她, 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是谁, 很快便被大人手中的玩具和零食所勾引, 就这样, 大约过了一个月, 从夏季步入了初秋, 院子里的树叶逐渐变黄, 外面的天气也有些凉, 顾倾城也逐渐地不再出来, 而她拿着连贯故事书坐在院子里在看的时候, 便会被庸人喊着进屋, 北京的秋总是很短, 一阵北风刮来, 落叶满地, 温度也跟着急速下降, 唐食也逐渐地很少出现在院子里, 那时的唐食已经上了幼儿园, 尽管才四岁, 但是她的学习任务已经有些重, 唐食再次见到顾倾城, 已是那一年的春节, 俗话都说润雪照封年, 北方不下雪的春节是没有年位的, 那一年的春节, 恰好就来了一场厚重的润雪, 虽然唐食一出生, 身上便肩负了重任, 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早熟,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退掉孩子心性, 看到满院子的白雪挨挨, 她穿着新衣, 就跑了出来, 拿着儿童铲子, 开始堆雪人, 可能因为春节, 庸人很多都回家过年, 家里的琐碎事情, 都需要家里的人去做, 所以, 顾倾城一个人, 也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她一个人在雪地里自娱自乐, 却看到隔壁院子里被唐食堆起的雪人, 这个时候的顾倾城, 走路已经很稳了, 她长高了一些, 却依旧可以从栅栏中间爬了过来, 唐食正在专心致志地堆着自己的雪人, 并没有发现靠近的顾倾城, 小孩子正在长牙齿, 糖这类的零食难免会控制得严格一些, 因为过年, 所以唐食的兜子里, 才有杏装了各式各样的糖, 有奶糖, 水果糖, 巧克力糖, 他将雪球堆好的时候, 就顺势从自己的兜子里, 掏出了两个黑色包装纸的糖果, 塞到了雪球上, 当作雪球的眼睛, 唐食正准备去屋子里, 拿半截红萝卜当雪人的鼻子, 却看到顾倾城站在一旁, 歪着脑袋, 咬着手指, 盯着他面前的雪球看, 小孩子的记忆, 本就停留的时间不是那么长久, 唐食突然间看到顾倾城的时候, 人愣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这就是那个夏季里, 撕掉自己连贯故事说的小女孩, 唐食的记忆倒是好, 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 刚准备开口, 给他打个招呼的时候, 顾倾城却突然就像是看到了什么惊喜的东西一样, 迈着小小的两节短腿, 走到了雪球面, 弯下身, 就把他好不容易塞进雪球里, 当作眼睛的一只眼睛, 给抠了出来, 他应该是吃过这个黑色包装纸的糖, 认得, 拿着袋子到自己嘴边咬了两口, 结果袋子被咬开了, 糖却落在了雪堆里, 他也不知倒脏, 弯下身, 就去捡那块糖, 唐食却皱着眉, 出声说, 不能吃, 眼看着顾倾城已经捡了起来, 唐食便连忙伸出手, 想从顾倾城的手中, 拿走了那块糖, 结果顾倾城看到有人跟自己抢吃的, 二话不说的, 就低下头, 冲着他拿着糖的手指上, 狠狠地咬去, 一岁多的小孩子, 牙齿还没长全, 可是却咬得唐食手指上传来了一道剧痛, 他微微松了一下力气, 糖便被顾倾城含进了嘴里, 可能因为吃到糖的缘故, 他冲着他眯着眼睛, 笑了笑, 这还是自己从小到大, 第一次被人咬, 唐食望着自己手指上, 层次不齐熙熙朗朗的几个牙印, 也跟着笑了笑, 然后, 唐食兜子里的那些糖舍不得吃, 家里的人允许他吃的糖, 他也舍不得吃, 都偷偷地葬在了自己的兜子里, 然后碰到顾倾城的时候, 就送给他一颗, 次数多了, 顾倾城也知道, 每次见到糖时, 都可以吃到妈妈不让他吃的糖糖, 于是, 每天总是趁着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跑出来, 然后, 唐食和顾倾城就展开了, 他们最年幼无知的青梅竹马时代, 后来, 顾倾城上了幼儿园, 唐食从幼儿园升入了一年级, 再后来, 顾倾城也上了小学, 被顾家送到了唐食上的小学里, 从那时开始, 小青梅和小竹马在一起时间, 变得真正开始多, 小学不比幼儿园, 玩的时间多过于学东西, 在顾倾城进入一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 唐食已经跨过了人生之中的第一个十年, 正式迎来了他的十一岁, 那个时候的唐食, 已经不让家里的司机送自己上下学, 那会儿, 山地车正流行, 他和陆然, 苏年华, 林景臣几个人, 为了耍帅, 一人骑着一辆变速山地车, 穿着白衬衣背着书包, 从再满高大无童树的学校树林下, 呼啸而过, 那是学校里, 每天必然能看到的一道靓丽风景, 而顾倾城和四月, 则是每天依旧被家里的司机来回接送, 顾倾城虽然年纪小, 却有拖延症, 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 喜欢看动画片, 有的时候看到晚上八九点钟, 应该睡觉了, 他才发现, 自己的作业没有写, 然后就会在母亲的牢道下, 拿着笔, 打着瞌睡地写着山木水土, 有那么一次周末, 顾倾城玩的游野, 完全忘记了作业的存在, 以至于周一他被司机开车送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的作业一个字也没写, 对于小学生来说, 老师的批评,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顾倾城生怕自己, 像是最后面那一排的学生, 因为不写作业, 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罚站, 所以在学校门口, 徘徊来徘徊去, 愣是不敢进校门, 最后索性, 他就躲在学校停放自行车的地方, 开始找及忙慌的补写作业, 顾倾城一边写, 一边看时间, 距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 他的作业写了不到三分之一, 如果他写完了作业, 那么就会迟到, 如果他不迟到, 那么作业就写不完, 似乎不管怎样, 他都逃不掉, 被老师罚了, 就在顾倾城纠结着, 自己到底, 是因为迟到被罚的轻, 还是不写作业, 被罚的轻事, 一道刹车声, 从自己的面前响起, 紧接着苏年华的声音传来, 顾倾城, 你在这里干什么? 顾倾城抬起头, 看到紧随在苏年华身后的路然和林景臣, 也跟着停下了车, 都骑刷刷地扭着头, 看着他, 而唐时, 仿佛顾倾城整个人都不存在一样, 单车的速度, 没有丝毫地减缓, 熟练地绕了一个圈, 流畅地停在了前面的空位上, 动作熟练地锁好了车子, 然后才拿着车钥匙, 斜跨着书包, 冲着顾倾城走了过来, 十一岁的唐时, 长得本就已经比顾倾城高很多, 现在顾倾城坐在台阶上, 唐时看他的时候, 完全是俯视的, 女子身边扔满了乱七八糟的课本, 写字本铅笔和铅笔, 她的嘴里叼着一个橡皮擦, 头发有些乱, 脸上还有着铅笔蹭到的碳粉, 唐时看着一团乱的顾倾城, 皱了皱眉, 语气有些冷地说, 你蹲在这里干什么? 顾倾城虽然才上小学一年级, 但也有些要面子, 她抬起手, 捂着自己的写字本, 睁着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 昂着头冲着唐时摇了摇脑袋, 没事, 作业没写完, 唐时眉心皱得更厉害了, 尽管她此时才十一岁, 但是她从顾倾城的小动作上, 已经明白过来, 顾倾城此时此刻蹲在这里, 到底在做什么? 竟然被她知道了? 顾倾城的小脸, 蹭得一下子红了起来, 她恼羞成怒地瞪着唐时, 气鼓鼓地说了一句, 不用你管。 唐时轻哼了一声, 表情有些不屑, 然而她就扭过头, 对着不远处停好车, 等着她的苏年华, 路然和林锦臣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先走。 瞪着苏年华, 路然和林锦臣离开之后, 唐时抬起脚, 踢开了自己面前的刻本, 微微往前走了两步, 然后看着顾倾城身边脏兮兮的台阶, 她有些嫌弃地皱了皱眉, 就把自己的书包从肩膀上拽了下来, 扔在了顾倾城的旁边, 然后坐下, 弯下身, 在地上扒拉了一阵子, 拿起顾倾城一个崭新的写字本, 然后从顾倾城的手中, 一下子夺走了她正在写字的写字本, 扫了一眼她写的字, 问,一个字写十遍? 顾倾城还没从恼羞成怒之中走出来, 他鼓着腮帮子, 嗯了一声, 唐时捡起地上的刻本, 看着被顾倾城用铅笔图的乱七八糟的页面, 嫌弃地皱了皱眉, 然后翻到没有被图过的那一张上, 说, 写到录这个字, 嗯…… 顾倾城刚准备询问唐时问这么多做什么, 唐时就拿起了一支铅笔, 对着顾倾城丢了一句, 你写到方那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就拿着笔, 在新的填字格写字本上, 模仿着顾倾城的字迹, 替顾倾城接着写了下去, 唐时比顾倾城写的字要多三倍, 可是却比他先写完, 他看到他写一个字, 拿着橡皮擦两次, 就有些嫌烦地伸出手, 拿了他的那个写字本, 替他将后面的几个字写完, 然后就将他那个写字本后面剩下的, 没有写过字的页面, 全部撕了下来, 唐时将自己写的那个作业本, 和顾倾城写的那个作业本一起, 递给了顾倾城, 说, 老师如果问你为什么, 写在两个本上, 你就说, 其中的一个作业本用完了, 懂了吗? 顾倾城完全没从自己作业, 就这么写完了的惊喜之中回过神来, 被唐时的话, 正正地点了点头, 唐时看着他傻不拉几的表情, 皱了皱眉, 最后, 就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来了胶带, 帮顾倾城两个作业本粘在了一起, 这才放心地帮他塞进了书包里, 顾倾城这么侥幸地逃过了一次, 忘记写作业, 被老师罚的事, 并没有因此心有余悸, 长了记性, 以后每天放学按时写作业,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 开始泛滥不去写作业了, 而唐时, 则每天晚上放学回家, 先应付了自己老师布置的功课, 然后去自学初中的知识, 第二天早上更是早早地起床, 接了顾倾城去学校, 然后在学校的小花园里, 模仿着顾倾城的笔记, 去写着对于他现在来说等同于脑残的作业, 最初的时候是顾倾城和唐时一起写, 到了最后变成了唐时一个人写, 而顾倾城坐在一旁, 要么看看漫画书, 要么就捧着一杯奶茶, 喜滋滋地喝着, 偶尔碰到顾倾城头一晚晚睡, 第二天被唐时喊起来没有睡够的时候, 他还会撅着嘴, 有些不满地对着粪笔疾书地替他写作业的唐时, 埋怨地说, 你怎么写作业的速度这么慢, 害得我这么早起来都没有睡够,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唐时的山地车再也不是他耍帅的山地车, 因为车子的后面被他按了一个后座, 他的山地车变成了他每天在这顾倾城上下学的工具, 学校里那样出色的几个少年, 骑着山地车的风景依旧存在, 只是其中一个少年的后座上做了一个稚嫩娇美的少女, 那个时候的顾倾城啊, 虽然知道已经开始被顾家灌输他未来是要嫁给唐时这个思想了, 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地在唐时面前失去自我, 那个时候的顾倾城还敢仗着自己的年纪小, 和四月一样对着他们撒娇, 那个时候的顾倾城, 一个暑假的作业都没写, 到最后距离开学的前三天, 唐时招呼着林景臣, 陆然和苏年华, 四个人坐在唐家的书房里, 替顾倾城整整连续写了三天的作业, 那个时候的顾倾城, 多好, 可是不知为何, 后来就变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 他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 只是他的刁钻古怪精灵活泼, 给了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 他对他性情是那样的好, 温顺懂礼, 端庄大方, 仿佛那些曾经狼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的清晨时光, 只是一段举世无双的虚幻, 明明是那样美好的往事, 可是在唐时回想起来的时候, 咽喉里翻滚的, 却是说不出来的酸涩, 他狠狠地吞了一口唾沫, 微微往前迈了两步, 四月似乎注意到了后面的动静, 突然间转了头, 看到唐时, 他下意识地刚想开口喊一声, 歌, 却被唐时抬起手,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四月连忙闭上了嘴, 看了一眼自己旁边和苏年华下, 五子旗下的全神贯注的顾倾城, 然后就悄悄地站起了身, 给唐时让了一个位子, 唐时的动作放得很轻, 几乎接近了无声无息, 坐在了顾倾城的身边, 苏年华无意之间的一个眼神, 看见了唐时, 他看到站在唐时身后的四月, 冲着他做出的虚的表情, 苏年华立刻像是一个没事的人一样, 和顾倾城继续下着五子旗, 顾倾城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和苏年华的对抗上, 整个人浑然不知自己身边的四月, 已经变成了唐时, 唐时坐在一旁, 只是看着, 没有出声, 只是在顾倾城犹豫着自己下一步棋, 应该怎样走的时候, 唐时突然间伸出手, 点了一个位置, 说, 放在这里, 这声音, 惊得顾倾城手指一哆嗦, 白子啪的, 一下子就落在了棋盘上, 唐时是什么时候坐在他身边呢? 他不是在跟那些人做游戏吗? 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顾倾城脑袋里, 乱糟糟的, 侧过头, 只是匆匆地瞥了一眼唐时, 然后就连男子的表情都没有看清楚, 就急急忙忙地挪开了视线, 果然, 他一来, 他便拘谨, 便不高兴, 唐时喉咙微微滚了滚, 强迫自己, 尽量忽视掉他面对他时, 那些假惺惺的温婉表情, 伸出修长漂亮的手指, 夹起顾倾城掉在桌子上的棋子, 替他放在了自己刚刚点的位子上, 唐时的这一步棋, 下得毫无章法, 苏年华完全看不出一点头绪, 于是便顺着自己的棋子, 放了一个子, 轮到顾倾城, 顾倾城却因为唐时的到来, 紧张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半天迟迟没有反应, 唐时盯着顾倾城的侧脸, 神情若有所思, 苏年华摸不透唐时此时心底想些什么, 生怕顾倾城这么发愣下去, 惹恼了唐时便出声提醒, 轻轻轮到你了, 此时的顾倾城脑袋里早就把吴子棋丢在了九霄云外, 他回神, 应了一声, 拿着白子, 看都没有看一眼苏年华下的棋, 就将白子往上胡乱地找了一个地方, 放去, 四月站在一旁, 端着一杯水, 正在喝, 看到顾倾城走了, 这样烂的一步棋, 猛地就被枪了一下, 一边剧烈地咳嗽着, 一边指了指棋盘上, 苏年华的已经练成三个的黑子, 忍不住挤兑着顾倾城, 开口说, 青青, 你这明显是在给老五放水, 顾倾城本就没有经过心思下的这步棋, 现在被四月突然间点了出来, 他的脸猛地变得有些红, 连忙拿起自己刚刚的那颗棋子, 冲着苏年华连成三个黑子的一端, 放了去, 只是, 顾倾城手中的白色棋子还没落定, 四月又说, 青青, 你这样放, 老五还是会赢的, 唐氏没来之前, 顾倾城虽然不能说杀的苏年华落, 花流水, 但是, 却能轻轻松松地应对自如, 现在唐氏就坐在他的身边, 他的大脑一瞬间仿佛不会转动了一样, 完全处于混乱的状态, 他捏着棋子, 看似盯着桌子上的五子棋谱, 可是心思早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 整个人傻乎乎地愣是看了大半天, 也不知道, 四月到底指了什么, 顾倾城捏着棋子, 犹豫了好大一会儿, 也没有放下, 四月站在一旁, 看到顾倾城迟疑不绝的动作, 人也跟着焦急了起来, 他也不管这局棋是苏年华和顾倾城在斗, 更管不上官齐不与真君子这样的说法, 直接开口说, 青青, 就是另一边啊, 你不拦住, 老五下一步棋, 就可以赢了你, 另一边, 顾倾城扭头, 望为一眼四月, 结果眼角的余光, 就瞥到了唐石俊美逼人的容颜, 男子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神情, 目光定定地望着他, 顾倾城的心底, 一下子更是慌乱了, 大脑完全变成了江湖, 眼睛明明看着棋局, 却怎么也进不了脑袋里, 他拿着白子捏了半天, 最后就弱弱地冲着一个位子上放去, 然后抬起头, 眼底带着一抹询问的望向了四月, 用眼神, 询问四月, 是不是这里, 不是, 不是这里, 是堵住你刚刚堵的那三个黑棋子的另一边, 四月说得已经十分明了, 但是看到顾倾城, 依旧一脸发猛的表情, 他只好继续说, 冲着左边走两个阁, 左边? 顾倾城连忙转了头, 正准备向左属两个阁, 结果身体微微一动, 就擦到了堂食的衣服, 他心底狠狠一个哆嗦, 紧张之下, 愣是把白子, 放到了原来位子的下方两个阁, 青青, 是左边两个阁, 不是下面两个阁, 四月哭笑不得地开口, 顾倾城的脸红的仿佛可以滴血, 他连忙又拿起那颗白子, 往左连忙移了两个阁, 青青, 你到底是怎么了? 是你刚刚的位子, 往左移两个阁, 不是你现在的位子, 往左移两个阁, 四月被顾倾城急得有些崩溃, 顾倾城被四月嘴里的话, 绕得有些晕, 加上堂食就在他的身边, 整个人的思维有些颠三倒四, 捏着棋子, 继续往左走了两个阁, 不行, 不行, 我要哭了, 四月这下, 直接崩溃地放下酒杯, 哀嚎了一声, 苏年华忍不住扑痴地笑了一声, 顾倾城捏着白子, 一下子束手无策了起来, 脸红得仿佛可以滴出血来, 苏年华和四月被顾倾城迷糊的举动, 斗得忍俊不惊, 然而唐食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反而刚刚喝下去的不是酒, 而是黄连, 在自己的腹中, 嚣张地翻滚着, 弥漫着钻心的苦, 他突然间有些后悔, 自己趁着酒性, 来到了他的身边, 刚刚, 即使只能远远地看着他, 听不见他的声音, 闻不见他的气息, 可是, 却可以看到, 一个真实动人的顾倾城, 不像是现在, 是一个紧张的, 不知道怎么做自己的顾倾城, 唐食看着顾倾城, 完全一股脑地, 再次准备瞎放手中的白子, 他突然间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手, 顾倾城的全身, 仿佛被人点了穴道一样, 顿时石化在了座位上, 握着棋子的手, 下意识地用力, 他清楚地感觉到, 男子的手心, 有着滚烫的热度, 顺着他的手背, 直直地钻进了他的血液里, 他的本能, 很想将自己的手抽了出去, 可是他的心底, 却告诉他, 他不能, 所以, 顾倾城只能这么僵硬地, 任由唐食握着自己的手, 他紧张得连唾沫都不敢吞咽一下, 唐食明显地感觉到, 顾倾城柔软纤细的小手, 在自己掌心里, 变得宛如一块石头一样, 硬邦邦的, 他的眼底闪现了一丝暗淡和挫败, 只是那么一瞬, 很快便恢复成了一贯的平淡冷卧, 风淡云青地, 抓着顾倾城的手, 将棋子放到了四月一指指的位子上, 苏年华的棋被堵死, 只能随意地选了一个位子, 重新下了一个黑子, 这次, 唐食没有等到顾倾城有所反应, 就直接点了一个空位, 说, 走这里, 刚刚唐食握着顾倾城的手下棋的时候, 身体微微向他的身边靠了靠, 一直都没离开, 以至于现在,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热气都喷洒在了顾倾城的耳边, 顾倾城身体绷得更紧了, 他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像是个机器人一样, 快速地听着唐食的话, 拿了一个白子, 放在了他刚刚点的位子上, 接下来, 顾倾城都是按照唐食的指挥, 走的每一步棋, 一瞬间, 他和苏年华的棋局, 变成了唐食和苏年华的对局, 唐食坐在顾倾城的右边, 到了后来, 唐食和苏年华的阵地, 挪到了顾倾城的左边, 所以, 唐食指挥的时候, 会绕过顾倾城的肩膀去点, 这种动作, 宛如是唐食把顾倾城搂在了怀里, 最初的时候, 唐食指挥完, 会将手收了回来, 可是到了后来, 他可能嫌弃麻烦, 干脆直接将手臂放在了顾倾城的肩膀上, 顾倾城的脑袋紧紧地挨着唐食的胸膛, 他清楚地听见男子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跳得他心脏速度, 砰砰砰, 加快了起来, 宴会大厅里的温度, 冷气开得有些重, 顾倾城最初是感觉有些凉意的, 可是现在, 他却觉得全身泛热, 没一会儿, 全身就爬了一层薄汗, 顾倾城渐渐地有些坐不住了, 他强忍了一会儿, 看到面前唐食和苏年华的棋局, 丝毫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最后就吞了吞唾沫, 找了一个借口, 对着唐食说, 唐总, 我想去趟洗手间, 这棋, 你和年华先下吧, 喊他唐总, 喊苏年华年华, 唐食的眼神微微冷了一下, 仿佛没有听到顾倾城的话一样, 只是自顾自地指挥着顾倾城下棋, 指了一个位子, 说, 走这里, 唐总, 顾倾城再次开口, 只是说了三个字, 唐食的视线, 一下子就转到了他的脸上, 他的目光, 平平淡淡的, 可是却带着一股魄力, 将顾倾城后半截话, 硬生生地逼在了喉咙里, 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唐食盯着顾倾城, 一声不吭, 这样的唐食是心情不好的前兆, 苏年华和四月对望了一眼, 心底微微有些担忧, 生怕唐食突然间下一秒对着顾倾城发火, 时间一分一秒地缓缓流逝, 气氛变得低沉而又压迫, 顾倾城觉得自己周身的空气变得都有些稀薄, 就在四月正准备开口, 缓解气氛的时候, 唐食突然间将放在顾倾城脸上的视线挪开, 然后收回了自己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不疾不虚地站起身, 给顾倾城让开了一个位子, 苏年华和四月的眼底闪现了一丝不可置信, 唐食竟然没有发火, 顾倾城的心底也微微有些吃惊, 换做是平常, 他如果用那样的眼神看他, 下一秒肯定会翻脸无情地, 说一些伤人而又恶毒的话, 而现在, 他竟然一声不吭地给他让开了位子, 顾倾城正了一会儿, 才站起身从唐食的身边走开, 直接去了洗手间, 唐食的视线一直放在离去的顾倾城身上, 女子的步伐看似走得大方高雅, 可是, 他却依稀看得出来, 他镇定下极力掩饰的慌乱和匆忙, 甚至他在他走出很远之后, 发现他紧绷的身体, 一下子松懈了下来, 唐食的面色变得有些低沉, 以至于完全忘记了桌子上和苏年华下了一半的吴子棋, 苏年华和四月哪里有胆量提醒唐食, 他们生怕唐食下一秒, 因为心情不好, 殃疾无辜, 所以四月便胡乱地找了个借口, 我去看看二哥在做什么, 就匆匆忙忙地离开, 四月走了之后, 苏年华压力更大, 他抬起手揉了揉鼻子, 我刚刚想起来, 我来的时候没开车, 回去得让老三送我, 我现在去告诉他一声, 然后就站起身, 逃之夭夭, 顾清成其实并不想上洗手间, 他不过是因为在唐食的身边太过于压抑, 所以找了个借口躲开, 想要透一透气, 原本顾清成想在洗手间里多待一会儿, 结果半路上, 有两个打扮精致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盯着他一直打量着看了好几眼, 然后其中一个压低了声音, 说, 他不就是那个给唐先生送礼物, 唐先生半天没接的那个女人吗, 尽管那女人的声音压得已经很低了, 可是还是落在了顾清成的耳朵里, 顾清成装出没有听见的样子, 仿佛没事的人一样, 走出了洗手间, 他洗了洗手, 然后才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冲着角落里的那个位子走去, 走得近了, 顾清成才发现, 角落的沙发上, 已经不见了四月和苏年华的身影, 只有唐石一个人姿态懒散地靠在沙发上, 他的手漫不经心地剪着桌子上的棋子, 一颗一颗地放在了盒子里, 顾清成的脚步微微顿了顿, 他下意识地想要趁着唐石没注意的时候, 转身离开, 唐石却突然间抬起头, 和他的视线对在了一起, 顾清成的脚步在原地顿了顿, 只好硬着头皮, 冲着唐石慢慢地走了过去, 唐石坐的是苏年华原本坐的那一边沙发, 所以顾清成便还坐在了自己原来的位子上, 唐石并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依旧慢吞吞地剪着桌子上的五子旗, 顾清成看到他不出声, 也跟着沉默, 两个人之间, 只有远处的喧闹声和唐石放入五子旗时, 碰撞发出的清脆声, 环绕着, 顾清成觉得自己这么干坐着, 似乎有些傻, 他看到自己盘子里, 剩下的一小块蛋糕, 便拿着叉子, 一点一点地戳着吃, 用来缓解着自己的尴尬, 蛋糕吃多了, 有些腻, 也有些干, 原本他给服务员要的水, 已经喝得一干二净, 所以顾清成便冲着远处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然后想到唐石坐在这里, 自始至终都没有喝东西, 便开口, 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您要喝点什么吗? 唐石捏着棋子的动作, 微微顿了顿, 然后说, 来杯鸡尾酒, 为了让唐石喜欢他, 很早之前, 顾家的人就告诉他, 他要做一个心细体贴的女人, 顾清成想到今晚有不少人给他敬酒, 所以本能地抿了一下唇, 开口说, 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还是喝点热茶或者温水吧, 说完, 顾清成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用的不是商量的语气, 于是就加了一句, 可以吗? 唐石表情微微有些错愕, 抬起头, 望了一眼顾清成, 然后就轻轻地恩了一声, 顾清成冲着远处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要了两杯温水, 他先将其中的一杯, 放在了唐石的右手边, 然后才端着另一杯水, 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 不知道是不是顾清成关心体贴起了作用, 唐石的神态, 倒是缓和了许多, 不再像是刚刚那么冷漠, 他端着水杯, 喝了一口, 看着顾清成面前盘子里, 那一块被他戳得四零八散的蛋糕, 看似无意地随口问了一句, 抹茶口味的蛋糕, 顾清成正了一下, 才想起来曾经唐石问自己,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 他回答的是他喜欢的抹茶蛋糕, 刚刚是唐石没在, 所以他才选择了自己喜欢吃的香草蛋糕, 他怎么那么疏忽, 竟然在唐石的面前, 还继续吃着香草蛋糕, 而且一旁还是在一旁摆放了那么多口味的蛋糕下, 一直都在吃香草口味的蛋糕, 这么一来, 岂不是让他知道, 自己喜欢吃的不是抹茶蛋糕, 知道自己对他撒了谎, 顾清成微微有些忐忑地吞了吞唾沫, 说, 不是, 说着, 顾清成看也不敢看唐石的低下了头, 温吞地说, 是香草口味的, 顾清成说完, 便飞快地抬起眼皮, 看了一眼唐石的脸色, 他本以为男子的面色会瞬间低沉了下去, 可是没有想到, 令他意外的是, 唐石的面色不但没有丝毫的阴霾, 反而变得越发舒展, 他像是心情很好一样, 继续慢条丝里地剪着棋子, 顾清成一直觉得, 自己和唐石认识了这么多年, 应该算是很了解他的人, 可是现在, 他却发现, 这个男子, 根本和自己了解中的相差很远, 就像是现在, 他以为他会生气不悦, 可是偏偏没有, 而有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够好, 他却会突然间翻脸无情, 唐石将桌子上的棋子, 剪得一干二净, 才抬起头, 看了一眼对面的顾清成,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突然间开口, 说, 这里有些闹, 陪我去楼上找个安静的地方, 坐会儿, 顾清成没有想到, 唐石会提出单独带他离开, 他微微惊讶了一下, 等着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唐石已经站起了身, 顾清成看了一眼, 远处喧闹的宴会场景, 虽然大家看似在聊天玩游戏, 但是却有不少的人, 一直将视线往唐石这里扫, 顾清成想到自己在洗手间里, 听到那两个人, 看到自己实说的话, 他之所以拼了命的, 想要来这个宴会,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 不让顾家成了笑话, 可是没有想到, 摆密一书, 终究还是成了别人议论的话题, 若是现在他和唐石一起离开, 那些人肯定会以为他和唐石的关系, 始终未曾破裂, 也会觉得他送给唐石礼物时, 唐石的态度, 不过只是一时冷伴, 毕竟, 再想好的两个人, 也会有闹别扭的时候, 如此一来, 他不但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也挽回了顾家的面子, 顾清成想到这里, 便缓缓地坐起身, 跟在唐石的身后, 在大家有意无意的眼神下, 离开了宴会的现场, 唐石带顾清成, 来的是宴会顶层的套房, 相对于生日宴会的现场, 套房里安静的没有任何噪音, 套房的花瓶里, 放着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 散发着清雅的花香, 唐石脱掉了礼服外套, 一把扔在客厅的沙发上, 然后就走进了卧室, 直接躺在了床上, 顾清成不敢打扰唐石, 轻手轻脚地捡起了, 他随便一扔的礼服外套, 拿着衣服架撑好, 直接挂在了衣柜里, 卧室的门没关, 顾清成看到唐石是不时地抬起手, 揉一揉自己的眉心, 顾清成想, 可能唐石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 头有些疼, 酒店里的设施很全, 顾清成在酒店自带的开放式小厨房里, 找出了半个西瓜, 将西瓜仁挖了出来, 然后西瓜子一个一个踢出来, 放在榨汁机里, 榨出一杯新鲜的西瓜汁, 端着走向了卧室, 唐石一直闭着眼睛没有睁开, 顾清成将西瓜汁放在了床头柜上, 转过头, 望着唐石, 犹豫着要不要喊一声他, 从他回国到现在, 他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少, 可是, 他却从没有敢真真正正地打量过他, 他似乎比自己三年前礼物的时候, 看起来更成熟稳重一些, 五官也长得更深刻几分, 眉眼之间的跪起, 显得更加让人高不可攀, 正在顾清成盯着唐石定定地瞧着的时候, 唐石像是感觉到什么一样, 突然间睁开了眼睛, 顾清成浑身颤抖了一下, 就匆忙地挪开了视线, 端起床头柜上的西瓜汁, 递到了唐石的面前, 说, 这个可以解酒, 唐石盯着顾清成手中的西瓜汁看了一会儿, 然后伸出手接了过来, 一饮而尽, 唐石喝完之后, 还真的觉得酒精在腹中的灼烧感缓解了许多, 他将空杯子递给了顾清成, 问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西瓜汁解酒的? 顾清成停顿了一下, 开口说, 我小的时候, 顾家的生意还没像是现在这样不堪, 那会儿, 父亲的应酬相对也比较多, 经常会喝多久, 回来头疼难受, 我母亲就会给父亲榨西瓜汁喝, 喝完之后, 父亲便会舒服很多, 顾家的生意, 这几年不好吗? 顾清成只是顺口带了一句顾家的生意, 没想到唐石会突然问起, 他心底一颤, 垂下眼帘停顿了一会儿, 不敢多言地轻轻开口, 说, 这几年大不如从前了, 所谓的这几年, 其实不过就是他和唐石分开的这三年, 曾经有不少人, 是看着他和唐石走得近, 才和顾家合作的, 后来他突然间远走英国, 和唐石断了联系, 很多人便以为他和唐石没了希望, 自然和顾家的生意, 也就渐渐地淡了, 甚至到了今年, 顾家已经出现了亏损状态, 所以他才迫不得已从英国回来, 不管曾经这个男人, 怎样要了他又怎样地嫌弃他, 他依旧还是别无选择地回到他的身边, 虽然顾倾城的话说得很含糊, 唐石还是明白他指的就是这三年, 唐石盯着顾倾城, 半晌没有开口说话, 提起三年前那一晚的事, 顾倾城的心底, 就仿佛是被利刃划过一样, 无声无息地流淌出无法宣泄的痛处, 尽管当时在父母的面前, 他看起来一直都很安静, 没有任何的难过, 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可是并不代表着他心底不介意, 在人生地不熟的英国, 他夜里一个人的时候, 时常想起那一晚, 想起他对他说的话, 伤人而又无情的话, 虽然你是第一次, 人有些羞涩, 也不够让人尽兴,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不过, 仅限于昨天晚上床上的你, 不管此时顾倾城的心底有多难过, 他却丝毫不允许自己, 在唐石的面前表现出来, 他眨了眨眼睛, 冲着唐石软软地笑了笑, 我刚想起来, 炸汁机的电源, 我还没有把, 说完, 顾倾城转身, 想要走出卧室, 唐石却突然间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地一拽, 把顾倾城一把拽到了床上, 然后他一个翻身, 便把顾倾城压到了自己的身下, 顾倾城很快便回过神来, 他隐约地知道他要做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和他重逢之后, 这几次他弄得他很痛, 他越来越排斥, 和他做这样的事, 他潜意识地想要挣扎, 可是想到顾家, 想到对自己寄予了全部希望的父母, 最后还是闭上了眼睛, 他的睫毛抖得格外厉害, 泄露了他心底的抗拒和恐惧, 唐石的视线, 一直都是紧紧地盯着顾倾城的, 他看得出来他的不情愿, 也看得出来他的忍耐, 他明明不想和他做这些事情, 可是偏偏却强迫着自己去忍受, 唐石的胸口微微有些起伏, 他盯着闭着眼睛的顾倾城看了许久, 然后就低下头堵住了他的唇, 顾倾城的身体依旧僵硬得像是一块木头, 无知无觉, 让唐石觉得自己像是在对着一个没有灵魂的充气娃娃, 做着这些事, 他看到他的手腕, 用力地握着, 他想起前一阵子, 在车里的那一次, 他无意之间发现的那半截燃血的指甲, 原来他是靠着这里的疼痛, 转移着他和他做这些事的感觉啊, 唐石生怕他这么用力地掐着自己的掌心, 再伤到了自己, 便从一旁捞起了他的丝袜, 抓着他的双手手腕, 绕了两圈, 紧紧地绑住, 手腕用不上力, 顾倾城再也无法借助握拳来转移思想, 可是他的脸上依旧平静地没有任何的反应, 唐石忍不住加大了力气, 想要用疼痛唤起他的回应, 然而, 他只是紧紧地闭着眼睛, 无声无息地承受着, 就连一丝因为疼痛, 最低弱的身影和皱眉都不曾给他, 唐石忍不住加大了力气, 想要用疼痛唤起他的回应, 然而, 他只是紧紧地闭着眼睛, 无声无息地承受着, 就连一丝因为疼痛, 最低弱的身影和皱眉都不曾给他, 他想到, 他别后重逢对着苏年华, 路然, 四月, 林景臣都可以温暖地笑, 骄纵地闹, 可是对着他, 不是恭敬的唐总, 便是小心翼翼地讨好, 不管他对他多恶言相待, 多冷漠以对, 他总是可以那么平静地,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风淡云青地, 连最基本的脑目和眼泪, 都懒得给他一丝一吼, 就像是现在, 他阻拦了他转移思想和疼痛的方法, 他拼了命地让他疼, 他却只是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淡漠样子, 没有任何的表情改变, 这样麻木的顾清诚, 狠狠地刺激到了唐石, 让他整个人更加疯狂地对待起了他, 一阵一阵疼痛, 直直地钻入顾清诚的心底, 他想要尖叫, 想要身影, 想要挣脱了手腕上的束缚, 狠狠地握着掌心, 缓解一下这样的疼痛, 但是最后, 他终究不过只是轻轻地颤了颤睫毛, 继续默默地忍受着唐石带给他的狂风暴露, 男子的动作越来越凶狠, 没有丝毫地怜香惜欲, 仿佛是在纯粹地发泄着自己的欲望, 他这样的举动, 不只是弄疼了他的身体, 也弄疼了他的心, 顾清诚虽然只和唐石一个人有过夫妻之亲, 但是他也知道, 唐石这样蛮横粗鲁地带他, 不过就是心底没把他当作一回事, 只是做见着他的身体而已,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折磨着他, 直到顾清诚疼地以为, 自己可能就会这样死掉的时候, 他才心满意足地停了下来, 尽管他没有给他丝毫地回应和配合, 他在结束的时候, 依旧被那样刺激的感觉, 冲击得有些晕眩, 他眼神有一丝恍惚地挪到了他的脸上, 发现他眉眼平静, 仿佛一个没有情绪的躯窍一样, 原来, 他和他之间, 始终不过都是他一个人的狂欢而已, 唐石略微有些苦涩地勾了勾唇, 抬起手, 解开了捆着顾清诚的手腕, 翻身, 从他的身上离开, 顾清诚搂着自己的肩膀, 缓缓地翻了个身, 背对着唐石, 蜷缩起了身体, 屋内很安静, 他面色苍白地闭着眼睛, 就连呼吸都跟着变得有些微弱, 唐石躺在一旁, 盯着他光滑细腻的后背看了一会儿, 就抬起头, 盯着天花板, 目光略显得有些茫然, 卧室内除了两个人的呼吸声, 再也没有其他的杂音, 因为唐石就躺在顾清诚的身后, 他偶尔会翻个身, 转个头, 会带动起来细微的声响, 顾清诚却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 动都没有动一下, 顾清诚很累, 很想在套房柔软的大床上, 就这样沉沉地睡去, 可是他想到, 这个月十号, 自己和他在红园度假山庄, 做完这些事之后, 他便开口就是让他走, 没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嫌弃的人, 同床共枕睡一夜吧, 与其等着他开口赶自己走, 不如自己识相知趣地走, 顾清诚手只轻轻地颤了颤, 等着自己休息地缓过来了一些静的时候, 便缓缓地坐起身, 唐石感觉到顾清诚的动静, 扭过头, 看到顾清诚弯身捡起了他的衣服, 他眉心忍不住皱了皱, 顾清诚和唐石的视线接触在一起, 看到他促起的眉, 他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就低下头, 匆匆地传好了内衣, 出声说, 时间不早了, 我应该回家了, 唐石只是一声不吭地望着顾清诚, 只是眼底, 有些转身, 顾清诚捉摸不透唐石的心底想些什么, 只是看到他没有出口阻止, 便默默无声地穿上了自己的礼服, 他今晚精心做的发型, 此时已经乱得一塌糊涂, 顾清诚干脆一把抓了起来, 拿着发带胡乱地绑了一下, 然后就弯下身, 开始穿自己的鞋子, 唐石在脱两个人衣服的时候, 将衣服扔得满地都是, 顾清诚站起身, 原本想要说声再见离去, 可是看到地上唐石的衣服, 最后他还是弯下身, 将唐石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剪了起来, 顾清诚知道, 唐石是有洁癖的, 脱掉的衣服, 如果不清洗, 是绝对不会再穿的, 所以, 顾清诚捡好衣服的时候, 问了一句, 需不需要我帮你叫洗衣服? 唐石不知怎么, 听到这句话, 眼神突然间就冷了下去, 嘴里说着阴阳怪气的话, 带着十足的嘲讽, 顾清诚还真是委屈你了, 一件一件地是, 记得这么清清楚楚, 他喜欢吃抹茶口味的蛋糕, 他脱掉的衣服, 不喜不会再穿的龟毛习惯, 他随口说过, 自己喜欢香腊, No.5的香水, 还有, 他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所以, 他永远都是这样一成不变的打扮, 万变不离蓝的衣服, 身上永远飘着淡淡的香腊, No.5香水味, 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喜欢, 对于他来说, 是会改变的, 他喜欢的是他, 他会觉得, 他身上散发着淡淡天然清香, 比香腊, No.5的香气, 要迷人许多, 他喜欢的是他, 只要是他穿在身上的衣服, 不管是什么颜色, 他都会觉得, 比他喜欢的蓝色, 可爱动人, 顾清成真的不知道, 自己按照他的习惯来做事, 竟然还能得到他的嘲讽, 他将他的衣服, 一件一件地叠好, 放在了沙发上, 然后, 拿起桌子的洗衣单, 往上面标注了要洗的衣服, 顾清成偷偷地望了一眼唐石, 发现他的面色更加吓人了, 他垂着脑袋说了一句, 我现在帮你打电话, 就急急忙忙地拿起电话, 拨打了客房服务的电话号码, 唐石听着顾清成温软的声调, 对着电话里的工作人员 抱着房间的名字, 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了下去, 顾清成这一系列的作为, 还真是体贴入微, 无可挑剔啊, 可是偏偏却看得唐石一肚子的火, 他不怒返笑, 盯着顾清成, 语气要多克薄有多克薄, 顾清成, 你假惺惺地做这些事情, 累不累? 你不累, 我都替你恶心得慌, 顾清成刚刚挂断电话, 便听到唐石的声音, 他转过头, 看了一眼男子难看的脸色, 潜意识地往后微微退了两步, 他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来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竟然被他说恶心, 难不成他是嫌弃自己, 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了, 顾清成想来想去, 也只能想到这些, 他垂了垂眼帘, 用力地抓着一旁的桌角, 轻轻地开口, 说, 酒店的服务员马上就过来, 我把这些交给他, 我就会离开, 顾清成的话音还没落定, 唐石便抓着一旁的枕头, 冲着顾清成狠狠地砸了过来, 直直地擦着他的身边, 砸在了桌子上, 将电话台灯砸落了一地, 放出喷喷的噪音, 顾清成肩膀缩了缩, 还没来得及抬起头去看唐石, 男子略微带着几分暴力的声调, 便传了过来, 要滚赶紧滚, 顾清成的面色一下子没了血色, 他这一次看都没有去看唐石一眼, 便低着脑袋, 拿起自己的包, 冲着酒店屋门外跑去, 顾清成打开酒店屋门的时候, 恰好服务员来取唐石要洗的衣服, 服务员还没来得及按门铃, 门便被顾清成一把拉开, 服务员垂下手, 面色恭敬地冲着顾清成浅浅地笑了笑, 小姐, 刚刚是您打的电话, 要衣服服务的吗? 顾清成被唐石那一声滚骂的眼底微微有些泛红, 他看到服务员连忙就低下了头, 想要开口对着他说一句, 让他自己进去拿, 最后发现一张口, 嗓子里都有些颤抖, 顾清成干脆直接摇了摇头, 就擦过服务员的身, 冲着外面急急忙忙地走去, 服务员震冷了一下, 敲了敲门, 他刚刚只是开口, 喊了一声, 请问有人吗? 里面便传来一声暴躁的滚! 服务员被吓得连忙抬起手, 关了房门, 也跟着落荒而逃, 酒店的房间里, 一瞬间只剩下了唐石一个人, 屋内还弥漫着, 刚刚他和他欢爱残留的淫泥气息, 唐石靠着枕头发了一会儿呆, 便掀开被子, 走进了洗手间, 冲了一个澡, 将自己身上沾染的他身上的那些香腊, No.5的香气, 冲刷的一干二净, 他从洗手间里出来, 站在卧室里, 闭着眼睛, 拼命地想要从房间里, 秀出自己贴着他脖子时, 无意之间, 从香腊, No.5的香气中, 闻出他身上的那股淡淡的清香, 可是闻了半天, 唐石发现, 那股清香就宛如他的一场错觉一样, 无迹可寻, 他走到窗边, 推开窗子, 让夜色的冷风, 徐徐地灌进了屋子里, 将室内他残留下来的香腊, No.5香气扩散的一干二净, 他洗完澡, 身上的水珠并没有擦, 只是随意地裹了一件浴巾, 冷风吹来, 他的身上微微有些冷意, 但是, 他却像是感觉不到一样, 任由着自己身上的水珠被风吹干, 因为, 那些冷, 再冷, 也冷不过他的心底, 被自己心爱的人, 记住自己所有的喜好习惯和厌恶, 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开心, 让人幸福的事, 可是, 当你知道, 那些记住的背后, 是带有目的的, 不是真心的, 你有的不是幸福, 不是开心, 你有的, 只是一层一层, 强势把你吞没的绝望和无奈, 就像是现在这样, 他的知书达理, 他的温柔体贴, 不过就是为了让他对他印象好, 为了让他觉得, 他是一个适合做妻子的好女人, 让他娶了她, 他对他的好, 不是真心的, 从来都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心的对待, 他宁可不要, 楼下生日宴会的现场, 依旧热闹喧哗, 苏年华怒然临景尘, 四月四个人端着酒杯, 时不时地碰着杯子喝两口, 四个人, 看起来心情都很不错, 苏年华一杯养酒贯赴, 自从清清回国之后, 你们是不知道, 我都替咱哥急死了, 就拿上次清清脚腕, 崴了去医院, 咱哥明明是冲着清清去的, 结果偏偏说来拿合作案, 整一口是心非的主, 今天咱哥狗爷们, 竟然单独把清清带走了, 依我看, 咱哥早该这样了, 林景尘俨然就是一个心理分析师一样的开口, 说, 咱哥其他的心思, 我是猜不准也不敢猜, 但是咱哥对清清的那点心思, 我这些年算是看透了, 清清那会儿送礼物的时候, 咱哥那么不给清清面子, 被这么多人看了笑话, 咱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他心底比谁都介意清清被人拿着那些说事, 所以就故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清清单独带走,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清清背后有他, 让别人对清清放尊敬点, 路然举着酒瓶给四个人都珍满了酒, 看了一眼四月, 问, 老四, 你刚刚不是打电话问了, 咱哥带着清清去哪了? 四月说, 楼上总统套房, 苏年华一听到这几个字, 立刻来了兴趣, 你说, 咱哥和清清在楼上, 会不会重温旧梦? 说完, 苏年华的表情, 微微有些懊恼了起来, 早知道我备点药, 给清清灌下去, 然后进了酒店的房间, 清清肯定会对咱哥主动, 咱哥绝对心里乐开花, 到时候吃饱燕足, 保证明天早上醒来, 咱哥绝对心情脾气抱好, 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 路然扑得笑了, 得了, 老五, 你进扯些没用的, 咱哥那魅力, 还用得着下药, 搞不好, 现在咱哥正生龙活虎地对待清清呢? 林景晨说, 俗话说得好, 床头吵架床尾河, 虽然咱哥和清清这河得有点晚, 隔了三年才来, 但是, 你们是不知道, 我每次一看到十号那天, 咱哥一个人, 开车去红圆度假山庄, 我心里就难受, 那里的经理每次都给我打电话说, 咱哥去那里找个地方一坐就是一天, 不吃不喝的, 你说, 咱哥啥时候那样过? 其实咱哥不只是每个月十号那天才想清清, 你们还记得, 咱哥很多次在办公室里, 对着他电脑屏幕发呆布, 骆然被林景晨提起了往事, 表情一下子跟着认真了起来, 当时我一直以为是咱哥在走神, 后来有一次, 我去办公室找咱哥, 敲了半天门, 咱哥都没有反应, 我就干脆直接走过去了, 等我一靠近, 咱哥就把电脑猛地合上了, 尽管他速度很快, 但是我还是看清了, 咱哥对着他电脑屏幕在发呆, 他的电脑屏幕是清清的一张照片, 骆然讲完这件事的时候, 四个人都齐刷刷地沉默了下去, 既然你们都说, 那我也说一件事好了,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咱哥喝多? 我见过一次, 林景晨说到这里, 微微醋了醋眉, 像是在想着具体的时间, 大概就是清清去英国的第五天, 咱哥原本那晚上出去跟人谈生意, 结果很晚都没回来, 后来我接了个电话, 是酒吧的经理打来的, 说咱哥喝多了, 让我过去接, 当时我真觉得, 那经理是在扯淡, 咱哥酒良好的打小, 都可以把白酒当水喝, 不过因为是咱哥手机打来的, 所以我还是开车去接了, 我当时还想着, 是不是咱哥故意糊弄我玩的, 结果我一推开包厢, 就看到咱哥特别狼狈地坐在地上, 周围都是空酒瓶, 有洋酒, 有白酒, 啤酒, 还有鸡尾酒, 那酒瓶子简直都快把它淹了, 还有很多碎玻璃瓶, 我当时完全不敢相信那是咱哥, 咱哥当时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我在酒吧经理的帮助下, 把咱哥弄回了车上, 我给了酒吧经理小费, 等着酒吧经理走了之后, 我看到咱哥头歪着, 我怕他突然间想土, 枪到了自己, 就替他挣了挣脑袋, 结果咱哥就抓着我的手, 开口喊了轻轻两个字, 林锦臣说到这里的时候, 微微顿了顿, 咱哥当天晚上就说了这么两个字, 给你说, 过了这都三年了, 我都清楚地记着那语气, 特别无助, 你说咱哥从小到大, 要什么没什么, 既然无助, 林锦臣把这件事讲完的时候, 桌子上沉默得时间更久了, 约莫过了整整五分钟, 苏年华才举着酒杯, 说, 这世界上也就一个顾清城, 能让咱哥这样, 路然说, 不管咋样, 现在两个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肯定会发生点什么, 明天终于可以看到咱哥的好脸色了, 来干杯, 庆祝一下, 四个人同时举起杯, 碰在一起, 正在他们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 突然间, 四月眼尖地看到, 唐石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四月举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 然后就结结巴巴地说, 哥, 咱哥, 咱哥咋了, 苏年华斜了一眼四月, 端起酒杯就喝了起来, 咱哥下来了, 四月的话还没说完, 苏年华嘴里的酒就喷了出来, 他一边咳嗽着, 一边跟着林景成和路然转了头, 结果真的看到, 唐石面色沉沉地, 从电梯里, 直直地冲着, 他们这里走了过来, 咱哥不是跟清清去楼上了吗? 这才两个小时, 怎么就下来了? 难道我们都猜错了? 咱哥该不会和清清吵架了吧? 咱哥的脸色, 真的不怎么好看啊? 而且, 好像比前一阵子最难看的时候, 更吓人了。 林景成的话音刚刚落定, 唐石就走到了他们的桌前, 苏年华立刻站起身, 喊了一声, 哥。 唐石自始至终, 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将视线落在了路然的身上。 路然被唐石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扭过头先看了看林景成, 然后又看了看四月, 最后发现, 大家同样都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他这才连忙在大脑里, 将自己最近做的事都过了一遍, 发现也没出什么纰漏, 这才冲着唐石咧嘴一笑, 出声说, 哥, 有事? 东西。 唐石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连话语也跟着变得极为吝啬。 东西? 什么东西? 陆然脱口而出反问了一句, 看到唐石的面色又冷了几分, 他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给自己定了一个唐石, 如果一会儿出手揍他, 他从哪里逃跑的路线? 虽然这个想法显得他过于懦弱, 但是没办法, 谁让他打不过他? 逃了总比挨打好, 唐石已经慢条斯理地迈着步子, 冲着陆然走了过来。 陆然站起身, 往后退了两步, 一边心底寻思着, 等会儿自己就冲着左边人多的地方跑, 一边冲着唐石笑容可惧地开口说, 哥, 我最近好像没动你什么东西。 陆然说着, 就看到唐石已经冲着他伸过来的手, 陆然刚想撒鸭子就跑, 突然间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出声说, 哥, 我想起来你在说什么了, 哥, 那礼物我已经让人放在你的车里了。 唐石伸到一半的手, 听到这句话, 突然间定在了原地, 过了两秒钟, 他便直接缩回了手, 看也没有看一眼其余的三个人, 转身就大不留心地冲着宴会大厅的门口走去。 陆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坐在了位子上。 苏年华探过来脑袋, 是爹一样地开口问, 什么礼物? 陆然还没开口说话, 林锦臣就翻了翻白眼, 说, 还能什么礼物? 顾倾城送的礼物呗。 唐石直奔地下停车场, 驳车小弟看到他, 立刻亲自给他开了车索, 打开了车门, 唐先生, 需要我送您出去吗? 唐石摇了一下头, 直接伸出手。 驳车小弟将车钥匙恭敬地放在了唐石的手心, 就拾去地离去。 唐石弯身, 坐进了车里, 关上车门, 系上安全的, 扭头, 果然就如同陆然说的那样, 在副驾驶座看到了一个包装精致的礼盒。 唐石伸出手, 缓缓地抹撒了一会儿礼盒, 然后打开了车内的灯, 拿起礼盒, 仔细地拆了起来。 三年, 已经整整有三年, 过完生日, 面对这一屋子各式各样的包装盒, 他却不知道从哪一个下手开拆。 三年, 已经整整有三年, 他没有收到他的生日礼物。 唐石拆着包装的纸尖, 轻轻地有些颤抖, 他极力地稳着, 才将外面的那一层包装纸扯掉, 拿出了盒子。 一个很精致漂亮的小蓝盒, 上面印着Gucci的标志。 唐石掀开盒子, 看到里面放着一个简单, 却不失贵气的领带夹。 唐石将领带夹夹在了领带上, 对着后视镜打亮了一番, 然后踩了油门, 驱车直接回了唐家。 唐石车子停稳在唐家院子的停车场, 进屋之前, 习惯性地看了一眼隔壁的院子, 看到二楼顾清城住的房间, 只有暗暗的睡眠灯在亮着。 想必他已经回家, 入睡了。 唐石在院子里, 盯着顾清城屋子的灯看了好大一会儿, 才进屋。 此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 客厅里只有老保姆一人正在看电视, 看到他进来, 立刻站起身, 少爷回来了, 要不要吃点宵夜? 唐石摇了摇头, 便直接上了楼。 回到卧室, 唐石直接走向了壁厨。 隔着壁厨的玻璃门, 可以看到里面摆放了很多个不同牌子的盒子。 每一个盒子下面都有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日期。 这些都是顾清城从他懂事起的五岁, 开始送他的礼物。 唐石拿着钥匙, 打开了壁厨, 将那个装着领带家的礼物盒放了进去。 只是这个礼物距离另一个礼物之间, 隔了三个标注着日期, 却没有礼物的卡片。 顾清城并没有再回唐石的生日宴会, 他从套房离开, 直接去了地下停车场, 驱车回家。 顾清城被唐石折腾得全身又疼又累, 到了家, 洗一个热水澡, 便直接上了床, 可是整个人却没有半点的困意。 虽然今晚, 唐石在生日宴会上, 当着所有的人面, 只是单独带走了他一个人, 挽回了他给他送礼物时, 被他冷落的面子, 也保住了顾家的面子。 但是他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假象, 蒙骗了外人的眼光, 让人觉得他和唐石的关系, 一如既往的好。 其实只有他这个当事人, 心底最清楚, 他和唐石的关系, 到底有多糟糕? 回国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想过, 他和唐石分开三年, 或许不如从前那样清静,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不过只是他的异想天开而已。 他和他的关系, 别说清静, 简直就是他厌恶极了他。 不管他做什么事, 他都能挑出一大堆的毛病。 只有一个人看一个人特别不顺眼的时候, 眼光才会如此的刻薄吧? 二十多年, 他和唐石整整相识了二十多年, 唐石怎么对他说, 翻脸就翻脸了呢? 顾清诚在床上微微地翻了个身, 睁着眼睛, 望着床头柜上那一抹昏暗的睡眠灯, 脑海里变得乱糟糟的。 因为从小, 一直被顾家的人灌输着, 要以唐石的一切为一切的思想, 所以, 他在他面前做任何事情, 都是以他为中心的。 以前的时候, 他一直这么做, 他也没有对他怒过, 厌恶过。 顾清诚想到这里的时候, 眉心轻轻地蹙了蹙, 难不成是三年前的那一件事? 顾清诚的脑海里, 只不过刚刚略过这个想法, 他整个人就抱着被子, 从床上蹭得一下子坐了起来。 面色变得苍白如雪, 他抓着被子的手指, 轻轻地颤抖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唐石怎么可能会知道那一件事? 秀连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 所以是他多想了, 一定是。 顾清诚在心底不断重复地安慰着自己, 他的呼吸略显得有些急促, 过了许久, 他才勉强稳住了神, 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被惊吓地出了一身冷汗。 顾清诚抬起手, 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抱着被子蜷缩回了床上, 整个人显得依旧有些惊魂未定。 昨晚几点入睡的, 顾清诚一点印象也没有, 因为睡得晚, 所以第二天的闹铃并没有把他喊醒, 最后还是顾夫人亲自上楼, 把他从睡梦中叫醒。 平常这个时间, 顾正南已经出门去了公司, 今天顾清诚洗漱完下楼吃早餐的时候, 竟然发现顾正南穿戴整齐的, 坐在餐桌前, 正在看报纸。 爸! 顾清诚打了声招呼, 坐在了顾正南的对面, 庸人看到一家人到全了, 立刻端上来了早餐。 早餐是中式的, 香滑柔软的小米粥, 配着清爽的酱菜和香味四溢的油条,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吃起来却也算可口。 顾正南吃的并不多, 粥只是喝了两口, 便放下了勺子, 盯着对面垂着眼帘喝粥的顾清诚看了两眼, 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拿起勺子, 搅拌着碗里的粥, 有着鸟鸟的热气, 生腾了起来。 顾正南又放下了勺子, 看了一眼对面的顾清诚, 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过了会儿, 顾正南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开口, 说, 轻轻, 最近你在圣堂还好吧? 除了堂食偶尔折磨过他一两次, 其他的还算是挺顺利。 所以, 顾清诚便抬起头, 和父亲对望了一眼, 点头, 说, 挺好的。 挺好就好。 顾正南顿了下, 又开口问, 阿石对你还好吧? 顾清诚喝粥的动作, 微微停顿了一下, 他害怕自己父亲看出来丝毫的破绽, 垂着眼帘, 努力地保持着刚刚说话的语气, 说了谎言, 还好。 那就好, 顾正南的面色, 并没有因此变得多高兴, 反而表情更加沉重了起来。 顾清诚皱了皱眉, 放下了手中的勺子, 说, 爸, 出了什么事吗? 顾正南这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说话。 顾清诚转过头, 叹向了母亲。 顾夫人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 然后才开口说, 顾家的生意, 这两年本来就处于亏损的状态, 一直都是拿着家里这些年的积蓄, 倒贴给公司, 公司才支撑了下来, 前两天, 我们公司的最大一个客户, 也被冯家给挖走了, 少了这最重要的一笔盈利, 现在公司的运转, 恐怕都要出现困难了。 冯家, 冯一一家, 向来和顾家, 便是竞争对手。 顾清诚抿了名嘴, 这公司, 是你爷爷一生的心血, 传到我的手里, 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毁了, 还有顾家那么多人, 都靠着这个公司吃饭, 我前两天已经找了银行贷款, 不管怎样, 我都会保住公司。 顾正南深吸了一口气, 又说, 青青, 可都现在顾家的未来, 可都全靠你了。 顾清诚自然知道, 父亲的这句靠他, 是指望着, 他能顺利地嫁给唐石。 他的父亲, 不过刚刚过五十, 可是病脚已经微微染上了一层白, 人也看起来比之前苍老了许多。 他想起来冯一一的父亲, 跟他的父亲一样大的年纪, 却事业蒸蒸日上, 过得风生水起。 唐石的父亲, 比他的父亲年长了几年, 却早就在五年前, 把公司交给了唐石, 自己退休过起了一样天年的休闲日子。 还有林景臣, 陆然, 苏年华, 四月他们的父亲母亲, 不是去了南极旅游, 便是去爬山, 要么是去温暖的海南度假。 而他的父亲, 人生已经过了大半, 却无法享受老年的安逸生活, 反而还要背上巨额贷款。 顾青城的心底, 一下子变得有些难受。 他知道, 唐石对他百般刁难, 他也知道, 唐家女主人于现在的他来说, 或许只是一场奢望。 可是, 他却还是对着自己的父亲点了点头, 很诚恳地说, 爸, 你放心, 我一定会嫁给唐石的。 不管嫁给唐石的路有多委屈, 有多难走, 他都要咬紧牙关地走下去。 他不希望深更半夜因为口渴, 下楼喝水的时候, 看到父亲愁得一整夜没有入睡。 他不希望父亲到了这个年纪, 还要低声下去地去求着别人贷款。 他不希望母亲这么多年, 都不忍心给自己去添一件新的奢侈品。 他希望自己的家族可以飞黄腾达, 他更希望自己的父亲母亲, 可以像别人家的父亲母亲一样, 一样天年。 早上起的晚, 家上和顾正南谈了一些顾家公司的事情, 顾卿城勉勉强强地赶在上班的点, 抵达了圣堂。 顾卿城刚刚把包放下, 秘书长便抬起头, 公事公办的语气, 开口说, 卿城, 昨天上午我让你打印的报表, 你打印好了吗? 唐总等着看。 顾卿城随手开了电脑, 便拿起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夹, 结果打开, 里面却是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顾卿城眉心轻轻地皱了一下, 他昨天打印完, 分明就夹在这里面了。 怎么会没了? 秘书长看到顾卿城迟迟没有反应, 微微测了一下头, 怎么了? 报表我明明放在了这个文件夹里。 结果现在, 顾卿城的解释还没说完, 坐在他对面的冯依依冷笑了一声, 打断了顾卿城的话。 顾卿城, 你该不会接下去, 想说找不到了吧? 这本来是事实, 可是被冯依依这么抢先一说, 倒是显得顾卿城在为自己找借口。 顾卿城微微抿了抿唇, 望向冯依依的眼神, 变得有些冷。 冯依依倒像是没有看见一样, 侧过头, 对着秘书长不紧不慢地开口说, 张姐, 您昨天没有去参加唐总的生日会, 您是不知道, 我们办公室里的这个顾小姐, 可不是简单的人物, 她不过才来圣堂几天, 昨天就让唐总在生日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单独带着她一个人提前离场了。 张姐, 别说我没提醒你, 有些人, 你可不是不能轻易惹的。 说着, 冯依依瞄了一眼顾卿城, 勾着唇, 继续说, 耽误了唐总的工作。 张姐, 等会儿, 你可少不了一顿骂了, 明明不是你出的问题, 结果, 偏偏要让你背黑锅。 冯依依话里带话, 其他人怎么会听不懂, 但是她在盛堂的办公室里, 仗着自己和唐时认识的时间最长久, 向来都是横着走, 其他的人, 不过是为了安安生生地在这里领工资赚钱, 自然都不敢得罪她, 现在更是没有人愿意去招惹这样的没事, 所以个个都沉默着, 不吭声。 冯依依这话说的可真够巧的, 一来告诉了整个办公室的人, 她是个勾引老板上位的女人, 二是挑拨自己和秘书长的关系。 冯依依说那话, 无非是在暗示自己, 仗着唐时, 不好好工作, 自己疏忽导致的错误, 却牵连了秘书长挨骂。 冯依依这招, 还真够毒的, 让办公室的人, 借此事, 从此以后, 对她顾卿城敬而远之。 顾卿城眼睛微微瞇了瞇, 她是不可能让冯依依得逞的。 虽然顾卿城的心底, 也有些害怕唐时, 但是, 她却还是二话不说的, 拿起了桌子上的坐机电话, 当着整个办公室人的面, 拨了一个电话, 给唐时的坐机。 电话刚响了一声, 便被接听。 顾卿城压着心底的紧张, 对着电话里毕恭毕敬的开口, 唐总, 我是顾卿城。 电话那一端的唐时, 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顾卿城吞了吞唾沫, 说, 您要的那个报表, 昨天我忘记打印了, 我现在立刻去打印, 等下会交给秘书长。 顾卿城说完, 便屏住了呼吸。 他知道, 唐时是最讨厌工作丢三落四不认真的人, 可是他没有办法, 若是他现在不主动, 对着唐时包揽了这次失误, 那么, 他便会在这个办公室里, 失去明心。 更何况,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很多关于唐时的消息, 他还要从这些秘书的口中得知。 顾卿城等了很久, 电话的那一端, 都没有传来唐时训斥的话语。 他微微有些错愕地皱了皱眉, 结果就听到电话的那一端, 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 知道了。 然后, 不等顾卿城有所反应, 电话便被唐时直接挂断。 顾卿城听着电话里嘟嘟的盲音, 不敢置信地眨了眨眼睛, 唐时竟然没有对着他发火。 顾卿城不可思议地, 再次眨了眨眼睛, 意识到, 这不是在做梦, 然后缓缓地挂断了电话, 对着电脑快速地打开了报表的文档, 点了打印。 冯依依没有想到, 顾卿城竟然主动给唐时打过去电话, 承认错误, 他侧头看了一眼秘书长, 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说法, 而表现出丝毫的不悦, 顿时有些咬牙切齿地盯着自己的电脑, 在键盘上打字的力气, 加大了许多。 顾卿城走出办公室, 还没走进打印室, 便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卿城。 顾卿城停下了脚步, 扭头, 看到成写意, 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过来。 承写意立在顾卿城的面前, 将文件直接递给了顾卿城, 早上打印室的人最多, 你去了肯定要排队, 等下唐总等急了, 你少不了一顿骂。 顾卿城疑惑地看向了承写意手中的文件, 发现就是昨天自己打印的那份报表, 他微微皱了皱眉, 怎么在你这里? 我是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承写意微微顿了顿, 扭过头看了看身后, 确定秘书办公室里没有人走出来, 才微微地向前走了两步, 冲着顾卿城低声地说, 今天轮到我打扫唐总的办公室, 所以我来得比较早, 顺带把我们办公室里的垃圾也清理了一遍, 结果就在垃圾桶里看到了这份文件。 顾卿城听到这里, 微微皱了皱眉。 虽然承写意说得很含蓄, 但是, 顾卿城却知道, 他的报表分明是被有心人扔到了垃圾桶里。 秦城, 曾经我在学校上课, 学费凑不齐, 险些被学校退学, 是你帮我垫付的学费, 我才能毕业进圣堂, 有了今天, 我心底一直都很感谢你, 只是, 你知道, 有些人我得罪不起, 所以很抱歉, 当当我没有直接在办公室, 把这份报表交给你。 城写意没有提, 是谁故意把他的报表扔进了垃圾桶, 但是顾卿城却知道, 在秘书办公室里, 大家最忌惮的就是冯依依, 其实, 最初在他看到报表找不到的那一刻, 他脑海里不是没想过是冯依依动的手脚, 只是他怕是自己记错了报表放的地, 没有擅自下决定而已。 现在城写意将报表交给了他, 完全是坐实了他的想法, 顾卿城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 好啊, 冯依依还真够可以的, 先是在上周以送合作案的名义, 借机想要整他离开圣堂企业, 今天又扔了他的报表, 想要挑破他和秘书长的关系, 顺带着让他成为总裁秘书部里的眼中钉, 肉中刺。 再加上他们冯家这些年, 仗着自己有个女儿和唐家连了音, 处处抢顾家的生意。 顾卿城的心底瞬间翻起了滚滚的怒气, 在这个世界上, 能让他低声下气, 忍气吞声的, 只有唐氏一个人。 至于冯依依, 他给他等着。 顾卿城从小到大, 被当作知书达理端庄大放的高雅女子培养, 同时, 他也被当作雷厉风行, 威震天下的唐家女主人培养。 俗话都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只可惜, 顾卿城根本就不是君子, 他的仇, 别说十年, 就连十天, 十个小时都没等, 直接在下午的时候, 就当场还击了回去。 下午三点钟, 唐氏在盛唐企业的大会议室里, 和合作伙伴召开会议。 这个合作, 一直都是冯依依负责的, 所以, 所有的会议资料, 也都是冯依依整理的。 所以, 一整个上午, 冯依依都在忙碌着, 下午唐食开会要用的资料。 就连中午吃饭, 冯依依也只是让人送了快餐到办公室, 一边吃, 一边不断地在键盘上飞快地打着字。 到了两点钟, 冯依依准时地完成了任务, 将所有的资料都发给了唐食过目。 顾卿城虽然看似跟没事的人一样, 一直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在忙碌着自己的事, 实际上他一直都在, 注意着冯依依的动态, 他看到冯依依终于伸了个懒腰, 面上摆出一副轻松的神情, 他知道冯依依这是忙完了。 中午的打印室, 人并不多, 打印室里总共有二十台机器, 其中三台都在被人用着。 顾卿城不慌不忙地走到其他空着的机器前, 拿起自己的工作卡, 挨个将那十七台机器刷了一遍卡, 然后那些打印机便开始打印他的那二十遍文档。 他的那些文档都是从网上随便复制下来的小说, 每一个文档约莫是一百张的内容, 打印二十遍, 总共需要打印两千张。 圣唐企业的打印机运行速度极快, 一分钟约莫能打印五十页, 两千张则需要四十分钟。 现在是两点十分, 等到他打印完这一切, 便是两点五十。 他留给冯依依十分钟的打印时间。 冯依依是两点半, 来的打印室。 二十台打印机都在马不停蹄地打印着 顾清诚从网上随意复制来的小说内容。 打印室里的游墨位有些重, 冯依依厌恶地抬起手, 捏着自己的鼻子绕着打印机转了一圈, 看到所有的打印机都被占用着, 冯依依便快速地走出了打印室。 两点三十五分, 冯依依再次进来了一次。 所有的打印机依旧没有空闲, 冯依依再次离去。 两点四十分, 两点四十五分, 冯依依都分别来了一次, 打印机始终没有空闲, 她的脸上神态略微有些不悦。 两点五十分, 冯依依再次进来的时候, 终于有机器停了下来。 冯依依找了究竟的一个, 刚想按运行, 发现没纸了。 冯依依恼地换了另一台, 发现没墨了。 冯依依躲了躲脚, 继续换了一台, 终于可以打印了。 资料总共约莫五十多张, 其中包含了两份合同, 需要打印三份, 搭带下来是一百五十张。 冯依依打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打印机停止打印, 原因和第一台打印机一样, 没有纸了。 冯依依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开会还有八分钟, 冯依依便直接从隔壁的打印机里, 拿了一叠纸, 放在了这个打印机里, 继续打印。 约莫过了两分钟, 终于打完。 冯依依这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拿起打印好的资料, 急急忙忙地跑出打印室, 冲着秘书办公室跑去。 在冯依依路过楼梯口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伸出手用力地抓了她一把, 她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便直接被带进了楼梯里。 冯依依刚刚稳住神, 楼梯的门便被顾清诚猛地一下子关上, 反锁。 冯依依盯着顾清诚, 语气有些急地问, 顾清诚, 你想干什么? 杭总等着我的资料开会的。 相比较冯依依的急躁, 顾清诚却显得有些淡定, 她不紧不慢地欣赏着冯依依的恼怒, 气定神闲地开口。 冯依依, 你也有紧张的时候。 冯依依完全不想理会顾清诚, 她转身冲着楼梯门口走去。 顾清诚却伸出手, 一把抓了冯依依, 把她推到了一旁的墙壁上。 冯依依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 距离开会还有四分钟, 冯依依杀气腾腾地盯着顾清诚, 说, 我告诉你, 顾清诚, 如果你耽误了唐总等下会议要用的资料, 你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顾清诚在冯依依的杀气下, 微笑地开口回答, 冯依依, 你不是都说了, 昨晚上唐总的生日宴, 只是单独带走了我一个人, 有些人是不能轻易惹的。 冯依依没有想到, 顾清诚竟然拿着他说过话的话堵他, 他整个人微微愣住, 一下子有些说不出话, 顾清诚的眼神却一瞬间变得冰冷到了极致, 他毫无征兆地伸出手, 一把夺过了冯依依手中的资料, 然后随手翻阅了两张, 从里面找到了合作案, 勾着唇冷笑了一下, 没有任何停留地就抬起手, 三下两下地撕成了碎片, 然后一把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冯依依的眼睛一下子睁到了最大, 他又急又恨地望着顾清诚, 你竟然敢撕掉唐总等下用的合作案, 顾清诚淡淡一笑, 不疾不徐地继续翻着手中的资料, 然后在看到报表的时候, 依旧毫不犹豫地抽了出来, 刷刷地撕成了更小的碎片, 然后冲着冯依依得意洋洋地晃了两下, 再次塞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你,你, 冯依依气地在地上剁了两下脚, 有些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了我, 顾清诚拿着冯依依的话, 反问了他, 顾清诚,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唐总, 冯依依说着, 就狠狠地抬起手, 推开了顾清诚, 他的眼眶已经微微变得有些红, 像是气到了极致, 就连语气都跟着, 变得有些颤抖了起来, 顾清诚这次没有阻拦, 他反而向后退了两步, 姿态高雅地站在一旁, 望着冯依依气急败坏的身影, 语调温软地开口说, 冯依依这周一的早上, 明明是你忘记带合作案, 却说是因为我导致忘记带的那个合作案, 只要你不怕被唐总知道, 关键时刻你推卸责任, 你大可以去找唐总, 冯依依的脚步微微顿了顿, 顾清诚不疾不虚地继续开口说, 如果合作案在八点半之前送不到, 就给我滚出圣堂, 这句话不是唐总说的吧, 顾清诚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边仔细地观察着冯依依, 他发现冯依依的身影, 微微僵硬了一下, 这才确定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于是接下来开口说话的底气, 十足了许多, 你说, 如果唐总知道, 你擅自用他的名义, 这么威胁他的员工, 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冯依依的手钻成了拳, 顾清诚迈着步子, 慢慢地走向了冯依依, 还有今天早上, 冯依依, 我的报表, 为什么会出现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 需不需要我现在去找唐总, 让他调出办公室的录像带, 看一看, 冯依依的面色, 一会儿轻, 一会儿白, 顾清诚心情却一下子好了许多, 他将手中剩余的没有撕掉的资料, 塞回了冯依依的手中, 说, 下次再做陷害我的事情, 要么就像是我今天这样做的光明正大, 要么就做得人不知鬼不觉, 别做得破绽百出, 被人一眼就能知道, 是你被地里搞的鬼, 冯依依的心底本就又气又怒, 现在被顾清诚堵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胸口里剧烈翻滚的憋屈无处宣泄, 最后就化作了泪水, 挂在了他的眼中, 像是随时都会落了下来一样, 顾清诚望着冯依依楚楚动人的模样, 却没有丝毫的心思手软, 他抬起手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语气温温吞吞地说着气死人不偿命的话, 冯依依, 距离唐总开会,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你的合作案和报表交不上去, 耽误了唐总的会议, 不知道唐总是会把你轰出圣唐企业, 还是给你一顿骂, 顾清诚是把冯依依这两次陷害他, 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冯依依狠狠地抿了抿唇, 挂着泪水的眼神, 微微变得有些狠密, 他盯着顾清诚刚想开口说话, 继续说,冯依依, 你别用这种仇恨的眼神看着我, 也别觉得心底不服气, 既然当初你有胆量陷害我, 那么就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现在的后果, 今天我只是把你这些日子对我做过的事情, 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了, 如果再有下次, 冯依依, 我绝对不会像是今天这样仁慈, 顾清诚微微顿了顿, 身体轻轻地向前凑了凑, 将嘴唇凑到了冯依依的耳边, 低声地说, 冯依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底打着什么主意, 不过就是想要把我逼出圣堂吗? 那我们就走着瞧, 拭目以待, 最后是谁滚谁溜, 顾清诚冲着冯依依耳边轻轻地冷笑了一声, 便支起身子, 微微往后退了两步, 他刚想转身的时候, 突然间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呕了一声, 然后又说, 冯依依, 再次友情提醒你一下, 你还有三十秒钟的打印时间。 说完, 顾清诚落落大方地冲着冯依依浅地笑了笑, 转过身, 踩着高跟鞋, 步伐款款地冲着电梯口走去。 三十秒钟, 仅仅剩下三十秒钟, 他回到办公室点了打印, 时间便就过完了, 唐氏要的资料, 他是肯定不能按时交上去了。 三年, 整整三年, 他为了给唐氏一个好的印象, 为了让自己可以永远地站在自己深爱的男子身边, 一直都是那么认真负责着。 三年, 他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哪怕就算是有, 他也会想办法替自己撇清楚。 可是, 现在, 他的所有努力和好印象, 因为顾清诚都被破坏了。 冯依依吞了吞唾沫, 盯着顾清诚的背影突然间开口, 反击了起来。 顾清诚,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的自信,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顾清诚背对着冯依依, 轻笑了一下, 丝毫没有要理会他的意思, 只是迈着漫条丝里的步子离开。 顾清诚, 你上次不是讽刺我是私生女吗? 是, 我就是私生女, 但是那又怎样? 你这个顾家名正言顺的千金大小姐, 现在面对我这个私生女, 不是依旧处于弱势吗? 弱势, 顾清诚听到这个词, 瞬间就冷笑出了声, 他停顿下来的脚步, 侧着头, 斜腻了一眼冯依依。 你确定, 你不是在给我讲笑话? 弱势, 弱势是一个人不如另一个人, 才会处于弱势。 我从来没觉得我哪里不如你, 我怎么会处于弱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一进圣堂, 你就处处跟我作对, 但是却没有一次赢过我, 真真正正处于弱势的人, 恐怕是你吧? 冯依依小姐, 顾清诚, 你少在这里自欺欺人, 说狠话了, 你难道不知道, 你们顾家拼命想挽留的合作伙伴, 做梦都想跟我们冯家合作吗? 顾清诚眉心微微皱了皱, 顾清诚, 你知道吗? 就在前两天, 据我所知, 你们顾家最大的一个合作伙伴, 想要跟我们冯家合作, 你父亲极力讨好, 做出巨大的让步, 最后还是没有留下来, 而且, 我还听说, 前两天和合作伙伴, 明明约好和你父亲谈合作, 结果最后那个合作伙伴, 却都没有出现, 你知道当时那个合作伙伴在做什么吗? 他在跟我父亲, 在郊区的高尔夫球场打球, 他告诉我父亲说, 他完全就是被你父亲搞烦了, 只是随便敷衍你父亲一个洽谈时间, 结果你父亲竟然天真的跑到了约定的地点, 那一天下雨, 你父亲都淋湿了, 足足等了一整天, 那合作伙伴都没有出现, 嘖嘖嘖, 还真是够可怜的, 顾清诚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冷, 他紧紧地盯着冯依依, 开口说话的声调, 有些发颤, 冯依依, 我和你的恩怨, 你能不能别扯上家人, 冯依依却像是根本没有听到顾清诚说的话一样, 继续开口, 哦, 我忘记了, 不只是你的父亲这么可怜, 你的母亲也是, 上次的慈善聚会, 你母亲竟拍了一个玉镯, 想要送给和你们顾家有生意来往的大商家, 结果花了那么多钱, 那商家依旧没有领情, 还是没有和你们顾家合作, 而且我听人说, 你母亲竟拍那玉镯的钱, 是他当年嫁给你父亲的嫁妆, 对于你母亲来说, 他父母给他的嫁妆, 应该是最珍贵的吧, 顾清诚一直都知道, 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了顾家, 清净了所有, 他父亲和母亲的这些努力和苦撑, 一直都是他心底的最深的痛, 他和冯依依依怎么斗都好, 冯依依怎么刺激他, 嘲讽他也好, 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 冯依依拿着他的父母来嘲讽, 顾清诚的脸上挂了一层利器, 开口的语气, 微微有些激动, 冯依依, 我说, 我和你的恩怨, 你能不能不要扯上家人, 对了, 顾清诚, 我听说, 你父亲这几天, 一直都在奔波银行贷款的事, 而且, 额度似乎有些多, 很多银行都已经对你父亲避而不见了, 结果你父亲现在开始到处脱关系, 真是不知道, 你父亲这么低声下气地去讨好着别人, 怎么他的女儿, 就能这样飞扬跋扈? 顾清诚盯着冯依依, 没有出声, 冯依依看着面色难看的顾清诚, 倒是终于勾着唇笑了, 真希望, 你父亲可以求来一个人, 帮他去银行贷款, 否则, 说不好, 过不了多久, 顾清诚, 你就一贫如洗, 再也当不了千金大小节了。 啪, 响亮的巴掌声, 忽然, 一下子打断了冯依依的话, 冯依依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才后知后觉地抬起手, 捂着自己的左脸, 盯着面前的顾清诚, 一脸不可置信, 透过冯依依的指缝, 顾清诚可以看到, 他脸上浮现出的通红手指印, 顾清诚, 你竟然敢打我, 不知道是冯依依被打傻了, 还是生平第一次被打, 他整个人完全忘记了反击, 只是恼火地瞪着顾清诚, 语气要多狠有多狠地说, 你有本事, 再打我一下试试。 好啊, 顾清诚冷静地接过了冯依依的话, 然后没有任何迟疑地 再次扬起手, 冲着冯依依的右脸, 又是狠狠地一巴掌, 直截了当地甩了上去。 冯依依眼睛一下子睁到了最大, 他张了张口, 然后抬起手, 就捂住了自己的右脸, 眼角有着眼泪, 速速地滚落了下来。 顾清诚狠狠地瞪了一眼冯依依, 直言片语都没有留下, 直接转身, 走出了楼梯。 虽然顾清诚给了冯依依两巴掌, 直截而又解气, 可是他的心底, 却没有因此感觉到丝毫的愉悦, 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他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 竟然在别人的眼底, 是那么的可悲而又可怜。 这个世界上,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谁都想要攀附着强者, 现如今, 处于弱势的顾家, 的确便会被人瞧不起。 贷款只能解决掉一时的问题, 却解决不了一时的问题。 即便父亲贷款成功了, 过了不久, 还是要还款, 到时候又是更大的一个难题。 他本以为, 自己和唐食的事情, 可以慢慢地来, 可是现在, 唐食明显对他意见很大, 顾家又这么紧迫。 等到唐食对他印象好转, 真的娶他为妻的时候, 顾家还存在吗? 顾清诚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心事重重地迈着步子, 走回了办公室。 顾清诚刚刚坐下, 他身后的一个秘书便轻声地询问, 清诚, 你知道冯一一去哪里了吗? 明明什么都知道的顾清诚, 却一脸无辜地, 冲着身后的秘书摇了摇头。 怎么了? 唐总今天下午的会议, 是他负责的, 结果两点五时的时候, 他还没有把资料送过来, 唐总脸色低沉的, 仿佛随时都会杀人, 最后还是成血一大着胆子提出, 他去重新打印一份资料, 然后用了五分钟, 将资料送到了唐总的手上, 才让唐总的脸色, 微微好转了下来。 顾清诚扭头看了一眼旁边乘血一的位子, 这才发现那里是空的, 他便随口问了一句, 血一呢? 冯一一人不在, 唐总再乘血一交给他资料的时候, 直接让他陪着去会议室开会了。 顾清诚隐隐地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劲, 可是他却又想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劲, 最后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的, 呜了一声, 便转过了头。 顾清诚盯着电脑屏幕, 咬着牙齿, 发了一会儿呆, 最后摇了摇头, 心想着或许是自己多心了, 便直接打开了电脑, 结果看到屏幕上闪现出了一条提醒消息。 顾清诚点开, 才发现是自己月事要来的提醒。 他的月事向来很准, 一直都是每个月的一号。 他之所以做这个提醒, 是想要判断自己有没有怀孕。 今天已经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 他这个月和唐石总共有过三次, 有没有怀孕, 马上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就在他刚刚还为自己如何嫁给唐石发愁, 现在他却突然间看到了一线希望。 只要自己有了孩子, 他和唐石的婚事便可以敲定。 如此一来, 顾家便有救了。 顾清诚抬起手, 微微地按了按自己的胸口, 发现里面的心脏跳得速度有些快。 会议是在五点钟结束的。 苏年华和林景臣负责送走的客户。 偌大的会议室里, 只剩下唐石和诚写一两个人。 诚写一仔细地掠过了一边自己的会议记录, 然后站起身, 恭敬地走到唐石的身边, 将笔记本电脑用双手放在了唐石的面前。 低声地说, 唐总, 这是刚刚会议的记录。 唐石面色冷淡地点了一下头, 便伸出手, 认真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手指时不时地滑动一下笔记本的触摸键盘。 程写一安静地站在唐石的身边, 视线顺着男子修长漂亮的手指, 缓缓地挪到了他的袖口, 然后一点一点地上移, 最后就停在了男子线条完美的下巴上。 程写一的手指下意识地握紧了一下手中的笔, 然后轻轻地抿了抿唇, 视线才微微地上调, 将男子的脸尽数收在了眼底。 可能因为昨天生日喝了酒, 今天一天事情有些多的缘故, 唐石的眉心略显得有些疲倦, 他的脸上没什么太大的情绪, 浑身上下散发着生人物尽的寒气, 尽管如此,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美感。 也只有在他专心工作的时候, 他才敢这样大着胆子地偷偷打量他的容颜。 他没有顾清澄和他那些缠绵美好的过往, 他也没有冯依依那样优渥显赫的背景, 他只是一个普通家庭里出来的普通女子, 所以就连心底的爱恋也只能是偷偷地仰望。 甚至他不敢让她知道。 正在呈血液陷入在自己的心事之中时, 他突然间发现男子的眉眼轻轻地闪动了一下, 陈血液连忙收回了自己所有的思绪, 表情变成了一贯公事公办的严谨神态。 唐石只是瞥了一眼他, 便将笔记本合起来, 递给了陈血液。 虽然男子一句话也没说, 但是陈血液知道, 他的会议记录已经过关, 可以存档了。 陈血液双手接过了笔记本, 刚想开口说唐总, 我先出去的时候, 会议室的门却突然间传来了一道敲门声。 唐石眉心轻轻蹴了一下, 递给了陈血液一道眼神, 陈血液立刻会议地转身, 开了会议室的门。 敲门的是冯依依, 她原本树的工整的头发, 都散落了下来, 遮掩在了自己脸的两旁。 冯依依完全没有把陈血液放在眼里, 看都没有看一眼陈血液, 就直接擦过陈血液的身边, 就走到了唐石的面前, 垂着脑袋站好。 唐石手中翻阅着一份文件, 感觉到有人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只是略略地抬起眼皮, 扫了一眼冯依依, 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地, 将视线继续落在了自己手中的文件上。 唐石脸上的表情很淡, 让人根本无法捉摸透她心底的想法。 冯依依有些局促不安地, 抓了抓自己的衣摆, 想要开口承认错误, 可是想到陈血液还在会议室里, 于是就扭过头, 狠狠地瞪了一眼陈血液。 陈血液接触到冯依依的视线, 立刻明了冯依依是嫌弃她在这里碍事。 陈血液走到会议桌前, 拿起自己的文件, 对着唐石轻声地说, 唐总, 我先出去了。 唐石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只是用鼻子轻轻地嗡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 陈血液转身冲着冯依依浅地笑了笑, 然后这才看到, 冯依依长发遮掩的两边面颊, 竟然是红肿的。 陈血液一瞬间便明白这是被人打的, 而最有可能敢动手打冯依依的人, 只有顾清诚。 在公司里, 动手打人, 如果被唐石知道了, 顾清诚办事, 向来聪慧, 他既然敢打冯依依, 那么他绝对已经有本事, 让冯依依吃了亏, 却不敢开口。 但是, 冯依依不开口, 不代表他不能开口。 陈血液只是盯着冯依依的表情, 愣了一秒钟, 甚至一秒钟都没有, 他整个人立刻摆出一副吃惊的表情, 像是无意一样, 脱口而出地开了口。 依依, 你的脸。 陈血液的话, 说得很有技巧, 他只是说到了一半, 便立刻摆出一副抱歉的神态, 闭上了嘴。 随后陈血液便用眼角的余光, 看向了唐石。 果然, 唐石抬起眼皮, 扫了一眼冯依依的脸。 陈血液看到自己目的已经达到, 立刻垂着头, 转身, 走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 又陷入了一阵安静。 冯依依站在唐石的面前, 咬了咬下唇, 便垂下头, 一副认错的模样, 开口说, 唐总, 对不起, 是我的失误。 我今天中午, 没有及时能把资料交到你的手中。 唐石像是没有听见冯依依的承认错误一样, 只是不紧不慢地翻阅着自己手中的文件。 会议室里的气氛, 安静得有些诡异。 冯依依感觉到自己心跳的速度格外地快, 她偷偷地抬起眼皮, 打亮了一下唐石, 然后又开口, 说, 唐总, 我保证, 以后不会有下次了。 唐石恩了一声, 合上了手中的文件, 扔在了桌子上, 抬起头望一眼冯依依。 尽管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冯依依脸依旧红肿得有些可怕。 唐石的脸上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继续拿了一份文件, 打开, 然后终于开了金口, 说, 冯依依, 你是怕我责怪你工作不利, 故意再给我玩苦肉计, 自己给了自己两巴掌吗? 冯依依完全没有想到唐石竟然会说这样的话, 她抬起头, 望着唐石错愕地睁大了眼睛, 眼底微微有些泛红的开口, 说, 不是。 冯依依原以为自己说了不是, 唐石会接了自己的话茬, 问那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她没有想到, 唐石却淡定从容地坐在位子上, 只是盯着自己手中的文件看, 对她脸上的两巴掌, 完全漠不关心。 其实冯依依只是来找唐石承认错误, 就如同城写一想的那样, 她的确不敢让唐石知道, 是顾清诚打的她。 毕竟, 她和顾清诚的恩怨, 是她先挑起来的。 顾清诚打人纵实有错, 可是, 她错在先, 唐石如果追究起来的话, 她和顾清诚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不管她多恨顾清诚, 恨不得立刻让顾清诚从圣堂, 从唐石的身边滚蛋, 但是, 她都不会傻到, 让唐石对顾清诚有意见的同时, 也对自己有意见。 可是现在, 唐石竟然怀疑是她在顽苦肉继, 冯依依心底变得有些忐忑, 只有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万分地在意自己在她心底的印象。 冯依依犹豫了许久, 最后还是选择了开口, 对着唐石主动交代了事情, 来顾清自己并不是用了苦肉计。 唐总, 不是我自己打的自己, 我是被人打了。 公司里出现了这样打架斗殴的事情, 身为总裁的唐石, 却没有半点的愤怒和惊讶, 甚至压根就像是事不关己一样, 只是盯着自己手中的文档, 甚至还拿起一旁放着的笔, 做了一些标记。 冯依依等了一会儿, 没有等到唐石有所反应, 便继续开口, 说是顾清诚打的我。 唐石在纸上写字的动作, 微微停顿了一下, 随后就继续龙飞凤舞, 笔记流畅地继续写了下去。 既然已经交代了事件的主角, 自然接下来要交代事情的经过, 从冯依依的口中阐述这件事情, 冯依依自然会想办法弱化自己的错误, 加强顾清诚的错误, 所以他必轻就中地开口, 说, 今天中午, 我之所以没能及时地把资料交给您, 也是顾清诚从中阻拦, 他直接撕掉了我打印的合同, 然后我和他发生了口舌, 之后, 他就动手打了我两巴掌。 唐石将自己的标注写完, 之间轻轻地转着笔, 继续往下扫着文件。 冯依依在唐石的身边待的时间久了, 也微微了解了一些唐石, 他知道自己刚刚说的话, 太刻意渲染顾清诚的不对, 而显得自己太过于委屈了, 更何况最初是自己找的事, 于是冯依依继续说, 顾清诚之所以阻拦我, 是因为今天早上, 我收拾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他的办公桌地上扔着一份文件, 我以为是没用的垃圾, 就捡起来丢进了垃圾桶, 我没想到是您今天要用的报表, 他以为是我故意要那么做的, 我已经对着他解释了, 可是他根本不信, 然后还撕掉了我打印的盒头, 冯依依长长的一串话还没有说话, 唐石突然间就站起了身, 男子比他要高许多, 冯依依抬起头, 望着唐石微微有些冷, 唐石向前俯身, 抬起手, 抬起了冯依依的下巴, 仔细地盯着他的脸看了两眼, 然后才出声, 问, 顾清诚打的? 这是唐石第一次触碰冯依依的脸, 冯依依只是觉得自己心都快要跳了出来, 他紧张而又雀跃, 完全忘记了捉摸唐石话里的语气, 是喜还是怒, 他盯着唐石愣了两秒钟, 然后才点了点头, 说, 是, 唐石这次没有出声, 只是捏着冯依依的下巴, 转了两下, 甚至还伸出手指, 碰了碰冯依依脸上被打的红痕, 疼吗? 唐石这是在关心他吗? 冯依依突然间从心底就生起了一层幸福感, 甚至他的心底都浮现了一种, 如果顾卿成的巴掌, 可以换来唐石的关心, 他愿意天天让顾卿成给他两巴掌的想法。 冯依依冲着唐石, 小女人一样地点了点头, 声调有些委屈, 又有些撒娇地说, 疼。 是吗? 唐石轻飘飘地反问了两个字, 随后就开口, 说, 反正你这张脸要不要都无所谓, 如果被顾卿成打坏了, 大不了去韩国重新整张心地回来。 冯依依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唐石的眼睛, 唐石抓着冯依依下巴的手, 突然间加重了力道, 疼得冯依依眼泪一下子溢了出来。 男子的面色明明刚刚还风轻云淡, 这一瞬间却已经变得低沉阴狠, 他开口的语气, 也是格外的毒辣嘲讽。 我真是好奇了, 面对着你这样的脸, 顾卿成也能下得去手, 他就不怕脏了自己的手。 女人最在意的, 莫过于自己的容颜。 被人嫌弃自己的脸, 无疑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打击。 而唐石又是冯依依最深爱的男子, 她的字里行间, 毫不掩饰着对冯依依这张脸的厌恶。 于是, 这样的打击, 瞬间便被扩大了十倍, 让冯依依真的有一种, 似乎天都塌下来的感觉。 冯依依愣愣地盯着唐石俊逸, 让人有些不真实的容颜, 足足错愕了两分钟, 才眨了眨眼睛, 回过神来, 愣愣地说了一句, 唐,唐总。 冯依依只是喊了唐石的名字, 做了下来。 就算是他和顾卿城最初的错事在他的身上, 但是唐石却不知道, 况且, 从他话里的字里行间, 是顾卿城错的有些多。 更何况, 顾卿城动手打人本就是不对的, 唐石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直接来训斥他了呢。 冯依依下午被顾卿城打了两巴掌的时候, 也觉得委屈, 但是却并没有委屈到天崩地裂的地步, 可是现在, 冯依依却觉得自己像是痘蛾一样, 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的心底仿佛都下起了弥天大雪, 凉得彻骨。 冯依依像是给自己申冤一样, 开口语气, 带着几分愤愤不平, 是顾卿城打的我, 顾卿城先招惹的我。 唐总, 你这样处理, 岂不是纵容着顾卿城更加无法无天了? 您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唐石像是听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一样, 盯着冯依依一份甜音的表情, 呵呵地轻笑了两声。 无法无天? 他还真希望顾卿城的女人在他的面前, 他的地盘上无法无天一点, 哪怕一点点, 他就心满意足了。 不是现在的小心谨慎, 步步拒绝。 唐石的笑声听起来低沉而又缓慢, 甚至还带了那么一丝丝的月耳, 可是不知怎么一回事, 落在冯依依的心底, 却让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一股危险。 冯依依原本不卑不亢地直视着唐石的眼睛, 微微闪了闪。 突然, 唐石收了笑, 盯着冯依依的眼神看了两秒钟, 然后慢慢地开口, 语调是一贯的悠扬动听, 带着唐石特有的那种清潮, 冯依依, 我见过恃宠而骄的, 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无宠而骄。 唐石高高在上地邪逆着一眼冯依依离花带雨的表情, 声音突然间就冷到了极致。 你别给我不识好歹, 如果在圣堂待腻了, 现在立刻给我滚蛋。 唐石狠狠地甩开了手中捏着的冯依依的脸, 直接当着她的面, 拿起桌子上湿巾, 仔细而又认真地擦着自己的手。 唐石最无耻的, 不是不管事情谁对谁错, 只是一门心思的互端, 偏帮顾倾城。 唐石最无耻的, 也不是在心底支持了顾倾城, 语言上帮助了顾倾城之后, 还要在动作上再狠狠地补一刀。 唐石最无耻的是, 她那尖锐的一刀补得毫不留情, 她抽出一张纸巾擦干净了自己的手还不行, 还要再抽一张, 反反复复地把自己手擦了一遍。 冯依依不是傻子, 看着这一幕, 她脸上的血色逐渐地消失殆尽。 然而, 只可惜, 唐石这个人仿佛永远都不知道善罢甘休, 留人余地这八个字究竟是怎么写的? 唐石连续擦了两张诗巾之后, 将诗巾要多嫌弃就有多嫌弃地扔到了一旁的桌子上。 唐石最最最无耻的是, 自己制造的垃圾不收拾也罢了, 竟然还要让冯依依把她因为嫌弃她, 制造出来的垃圾收拾掉。 唐石对着冯依依开口的语气要多高冷有多高冷, 将会议桌上的垃圾收拾干净。 随后就拿起桌子上的文件, 看也没有看一眼冯依依, 就直接走出了会议室。 唐石关上会议室门的那一刹那, 隐隐地听到会议室里传来冯依依崩溃的哭声。 她不但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 反而眼底还闪现了一丝冷嘲。 顾清诚那女人巴不得在她的面前摆出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 把最好的一面完完全全地展现给她, 怎么可能会在公司里惹是生非? 那女人最怕的就是她一怒之下, 把她赶出圣堂。 她和冯依依能闹出动手的事情, 肯定是冯依依做了什么触碰她底线的事。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是她不去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算真的是顾清诚是宠, 而娇惹是生非, 在她这里也没什么公平可言。 公平? 冯依依是不是脑袋秀掉了? 竟然拿着顾清诚来她这里谈公平, 这不是自己没事找念吗? 更淡疼的是, 该嗜宠教的不是宠, 没半点资格嗜宠教的, 偏偏蹬鼻子上脸, 没完没了, 这世界有毛病吗? 唐石从会议室回办公室的时候, 秘书长张小姐站起身, 先是对着唐石汇报了一下她明早的行程, 随后开口, 问了一句, 唐总, 今晚您和安妮小姐的饭局让谁陪同? 唐石这才想起来, 自己今晚有个饭局, 而安妮小姐是冯依依一直负责招待的一个国外客户。 冯依依被顾清诚打了两巴掌, 脸红肿得厉害, 冯依依自然是去不成了。 办公室里, 年轻的女子只有顾清诚, 呈血液和冯依依三个, 现在排除了冯依依, 只剩下呈血液和顾清诚。 顾清诚是新来的, 对安妮小姐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 最合适的人选, 只能是呈血液。 秘书长张小姐看唐石半天都没反应, 心思微微转了转, 然后轻声地开口说, 上次依依生病的时候, 血液代替依依招待过安妮小姐, 所以血液对安妮小姐比较熟悉, 不如这次还让血液陪您一起去。 程血液看似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 其实一直竖着耳朵听着张小姐和唐石的对话。 下午她在会议上表现得很好, 而且还在冯依依差点交不出资料的时候, 自己出马及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石对她的工作能力一定很满意。 更何况, 顾清诚打了冯依依, 唐石向来对待员工很公平, 所以唐石肯定会同意, 她今天陪着她一起出席饭局的。 程血液的唇角, 隐隐地浮现了一丝浅笑。 唐石在听完秘书长张小姐的话之后, 脸上并没有太大的表情起伏, 只是随手拿着笔, 在张小姐需要审批的文件上签了名。 秘书长张小姐以为, 唐石是默认了自己的提议, 正准备开口吩咐程血液准备下, 和唐石出发去参加饭局, 结果唐石收起笔的手, 微微顿了顿, 然后侧头, 扫了一眼, 盯着电脑屏幕, 像是在寻找什么的顾清诚, 然后语气略微有些冷的开口, 说, 让顾清诚跟我一起去。 秘书长口中的血液两个字, 一下子就被扼杀在了喉咙里。 程血液唇角的笑意, 瞬间凝制。 等到秘书长回过神来的时候, 唐石已经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江到底还是老得辣, 虽然秘书长也诧异, 唐石为何选了对安妮小姐毫不了解的顾清诚, 但是他的面上却很快归于了一片平静, 语气一如既往的官腔, 清诚, 今晚你陪唐总去参加饭局。 顾清诚有些疑惑地望向了秘书长, 饭局? 安妮小姐的? 秘书长冲着顾清诚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程血液交代, 血液, 你把安妮小姐的一些习惯, 和陪同唐总出席饭局时, 应该注意的情况给清诚阐述一遍。 程血液面上一如既往的温和友好, 只是他的眼底, 微微略过一层暗淡, 然而很快便归于了平静。 他转过头, 对着顾清诚开口的语气, 亲切而又认真, 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了解的一切, 都告诉了顾清诚。 顾清诚把每一项都认真地记在心底, 对着程血液说了一句, 谢谢。 程血液的语气, 依旧温柔动听, 没关系, 饭局的时间定的是七点半, 选的是西二环的西尔顿大酒店。 北京城晚高峰的道, 向来很堵, 所以唐石在六点半便带着顾清诚出发。 司机已经在盛唐大楼正门口备好了车子, 看到唐石和顾清诚从大楼里出来, 司机连忙下车, 正准备打开车门的时候, 唐石却伸出手, 说把钥匙给我。 跟在唐石是身后的顾清诚听到这句话, 心底微微缩了缩。 难道唐石要开车载着他去? 一想到开车的一路上, 只有他们两个人, 顾清诚忍不住紧张了起来。 司机恭敬地交了车钥匙, 唐石接过钥匙, 顺手打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 对着自己身后的顾清诚丢了一句, 上车, 然后就绕过车子, 直接上了驾驶座。 顾清诚盯着打开的副驾驶座, 皱了皱眉, 唐石是让自己上副驾驶座吗? 只是, 四月明明告诉过他的, 唐石这三年来, 最大的雷点, 便是女人坐他车子的副驾驶座, 有很多女人, 就是因为触犯了这个雷点, 和他从此以后再无交集。 他是想要打开后车门, 结果却因为一时疏忽, 开错了门吗? 顾清诚抬起头, 看了一眼坐在驾驶座上, 已经发动好车子的唐石。 男子的神情是一贯的冷, 顾清诚知道他的耐性向来不好, 所以便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选择了保险起见, 抬起手, 将副驾驶座的门关上, 然后打开了后车座的门, 弯身钻了进去。 顾清诚还没坐稳, 甚至连车门都还没有关好, 唐石便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 车子猛地就窜了出去。 顾清诚身体微微前轻了一下, 抬起头, 透过后视镜, 看到唐石沉静的脸色, 隐隐地透着一股阴沉。 他原本因为两个人独处而紧张的情绪, 一下子变得更加紧绷了起来。 唐石直视着正前方, 不断急刹车, 猛踩油门。 道路上有些堵, 车子根本开不了两下, 便会停止。 突然起步, 猛地停止, 反反复复折腾的顾清诚, 有些恶心, 却又不敢出声提醒。 终于碰上了红灯, 足足有两分钟, 顾清诚这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唐石整个人显得有些不耐烦地, 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 过了片刻, 他抬起手, 落了车窗, 车窗外的车声鸣笛声喧闹着钻进了车子里。 顾清诚心底暗暗祈祷着, 红灯慢点过去, 在还剩下三十秒钟的时候, 唐石突然间声调频频地, 开了口, 你十六岁那一年的春节, 许的是什么新年愿望? 顾清诚现在已经有二十五岁, 十六岁的春节, 距离现在过了快要将近十年。 十年前的新年愿望? 他问他, 十年前的新年愿望做什么? 顾清诚整个人的大脑有些发猛, 他愣愣地盯着唐石, 眼神显得有些茫然。 疑惑过后, 顾清诚连忙绞尽脑汁地回想起十年前的事。 他清楚地记着, 他是那一年知道唐石喜欢蓝色的, 也知道唐石喜欢香腊, No.5的香水, 还知道唐石喜欢吃抹茶口味的蛋糕。 甚至他还记得, 那一年有个女孩主动对着唐石告白, 结果唐石因为那个女孩穿了浅绿色的裙子, 直接拒绝。 当天回到家, 他把自己凡是带了浅绿色的东西, 全部都打包整理起来, 丢进了顾家的杂物室。 而且从此以后, 哪怕他看到关于浅绿色的再好看的东西, 都会直接拉入禁忌的行列之中。 顾清诚回忆了很多, 他才发现, 自己记住的全部都是关于唐石的点点滴滴, 而自己那一年的新年愿望, 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顾清诚抬起眼皮, 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唐石的脸色, 发现男子的神情比刚才更低沉, 顾清诚的手下意识地握紧, 吞了吞唾沫, 努力地弯了弯唇,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有点记不大清。 伴随着顾清诚的话, 男子的面色变得越来越吓人, 车内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稀薄。 顾清诚的声调也跟着越来越低, 甚至连最后一个处字都没说出来, 顾清诚便直接闭上了嘴。 红灯转绿灯, 唐石按了一下车窗, 就将油门一脚踩到底, 车子宛如离弦的剑, 蹭得就窜了出去。 顾清诚的心也跟着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触, 他安静规矩地坐在车座上, 一动也不敢动, 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太过于用力。 就在顾清诚觉得车子再不到目的地, 他快要憋死的时候, 车子终于停了了下来。 唐石根本没有理会后坐上的顾清诚, 直接推开车门, 下了车。 顾清诚先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就跟着急急忙忙下了车, 站在地上的时候, 顾清诚发现自己的腿竟然抖得十分厉害。 唐石看都没有看一眼顾清诚, 就直直地冲着酒店里走去。 他的脚步速度走得极快, 但是却丝毫不显地仓促, 反而给人一种优雅从容的感觉。 顾清诚一路小跑地紧跟在唐石的身后, 包厢的位子定的是西尔顿大酒店的顶层。 服务员带着唐石和顾清诚抵达包厢的时候, 安妮小姐和自己的女助理已经坐在里面等候了。 门一打开, 安妮小姐立刻站起身, 笑容灿烂地迎了上来。 安妮小姐一头疾腰的金黄色卷发, 穿着一件低胸连衣短裙, 五官立体而又精致。 她开口打的招呼, 用的是有些生硬的中国话, 唐石好久不见。 唐石面上已经恢复了一贯的高雅淡漠, 她礼貌地和安妮小姐握了握手, 开口说的却是流畅而又标准的英文,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安妮小姐眨着蓝色的大眼睛, 也改口说了英文, 没关系, 我也刚到不久。 顿了顿, 安妮小姐望着唐石的眼神略微显得有些温柔, 她丝毫没有遮掩, 自己对唐石的欣赏和好感。 而且, 石, 你是知道的, 我很乐意等你。 虽然安妮小姐说的是英文, 但是在英国待了三年的顾清城, 却听得懂这些话。 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唐石, 发现男子对安妮小姐那么露骨的表白, 没有丝毫的动容, 只是深事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示意大家入座。 菜在订餐厅的时候, 已经点好了, 服务员上完菜, 无声地离去, 顺便带上了包厢的门。 安妮小姐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 落落大方地举起, 石, 很高兴今晚能和你一起吃晚饭。 唐石举起酒杯, 和安妮小姐轻轻地碰了碰, 喝了一口。 安妮小姐放下酒杯, 才发现唐石今天带来的秘书, 竟然换了人, 她盯着顾清诚打量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 说, 石, 这是你的新秘书。 唐石微微汗手, 顾清诚端起酒杯, 和安妮小姐碰了碰杯, 用英语, 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你好, 安妮小姐, 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我叫顾清诚。 你好。 安妮小姐友好的冲着唐石笑了笑, 和顾清诚碰了碰杯子, 优雅地喝了一口酒。 来参加饭局之前, 程血义告诉了顾清诚很多注意事项, 顾清诚挨个都牢牢地记在心底, 可是真的到了饭局上的时候, 顾清诚才发现, 这个饭局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复杂。 整个饭桌上, 她和安妮小姐的助理, 就像是多余的存在一样, 他们自始至终做的最多的事情, 便是倒酒。 顾清诚听得懂英文, 安妮小姐和唐石聊的, 根本是跟工作无关紧要的东西, 唐石的话并不多, 偶尔会开口说那么一两句, 大多数都是安妮小姐喋喋不休地在讲, 讲着她这一段日子, 去了哪里旅游, 和那些公司搭乘了新的合作方针, 还对着唐石推荐了一些美食和风景。 两个人的谈话, 不像是商业合作伙伴, 更像是两个老朋友, 坐在一起叙旧。 安妮小姐的性格很开朗, 她一边讲话, 一边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可能因为喝了酒的缘故, 她的面色微微显得有些红, 眼睛一直都留在唐石的脸上, 未曾离开过嘶吼。 途中, 安妮小姐不知道对着自己助理, 说了些什么, 助理起身歉意地对着唐石和顾清诚 说了一声对不起, 便离开了包厢。 安妮小姐面前的酒, 逐渐见底。 顾清诚站起身, 刚准备倒酒的时候, 安妮小姐却抢先一步地, 按住了桌上的红酒瓶, 转过头望着顾清诚, 面带笑意地说, 顾小姐, 不好意思, 我有些事情, 想和你们唐总单独谈谈,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先回避一下。 顾清诚下意识地望向了唐石, 唐石脸上没有丝毫的反应, 顾清诚停顿了一会儿, 便转过头, 对着安妮小姐点了点头, 拿着手机, 走出了包厢。 包厢里一下子少了两个人, 略显得有些安静。 安妮小姐端起酒瓶, 给自己和唐石的酒杯里蒸满了酒, 然后才举起酒杯, 和唐石轻轻地碰了一下。 她昂起头, 喝了一气酒, 才开口, 说, 石, 这么久没见, 你比以前更迷人了。 面对这样的夸赞, 唐石很淡定。 石, 我来中国本来只是去上海的, 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专程从上海飞到了北京, 我明天要回美国的。 安妮小姐又喝了一口酒, 说, 石, 你知道我很欣赏你, 这一次, 我不想和以前一样, 失望而归。 安妮小姐站起身, 绕过餐桌, 卖着款款的步子, 冲着唐石走了过来。 她站在唐石的面前, 盯着她精彩夺目的面孔, 眼底泛起了一抹痴迷, 随后她就大大方方地伸出手, 拉开了自己裙板的拉链。 唐石皱了皱眉, 安妮小姐, 你喝多了, 我让服务员送你去楼上休息。 石, 我没有喝多, 我很清醒, 我在做什么。 安妮小姐急急地走上前, 一把按住了唐石准备拨电话的手, 她低着头, 望着唐石的眼睛, 吞了吞唾沫, 然后就坐在了唐石的双腿上, 她抬起手, 抚摸上了唐石西装外套的纽扣。 石, 你不要再拒绝我了, 我很欣赏你, 也很喜欢你, 我知道, 你不愿意让我做你的爱人, 但是, 你让我做你一夜的爱人可以吗? 唐石抬起手, 抓住了安妮的手, 阻拦了她的动作。 安妮小姐, 却微微向前伸向了脑袋, 冲着唐石的唇吻去。 唐石整个人往后快速地躲去, 因为幅度和力道有些大, 不小心撞在了身后的椅子, 将椅子撞翻在地, 发出一道剧烈的声响。 顾清城一直站在包厢的门口, 并没有离去。 隔了不知道多久, 顾清城却听到里面传来了一道巨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 顾清城并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他害怕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 于是先敲了敲门, 便推开了包厢的门。 唐总, 顾清城只是开口喊了两个字, 整个人便被眼前看到的画面, 真的说不出话。 安妮小姐衣衫不整地坐在唐石的身上, 露出来的两条雪白的长腿, 紧紧地贴着唐石的西装裤, 她的手紧紧地抓着唐石的衣襟, 而唐石的手按在她的手上。 这样的画面太过于直接而又露骨。 唐石和安妮小姐也没有想到会有人突然间敲门而入, 两个人也跟着一下子震住。 一秒钟, 只是一秒钟, 唐石看清楚来人是顾清城, 他几乎是从凳子上跳起来一样, 将安妮小姐毫不留情地从自己的身上一把推开。 唐石觉得此刻的自己, 就宛如是被妻子抓奸在床的丈夫一样, 心底翻滚着说不出来的慌乱, 他下意识地张开口, 想要对着顾清城解释。 顾清城随着唐石的动作, 也跟着回了神, 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他竟然打断了唐石的好事, 他会不会迁怒于他, 更讨厌了他。 顾清城连忙开口, 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继续。 随后, 不等唐石和安妮小姐有所反应, 顾清城就砰得一下子将门狠狠地关上。 唐石到嘴边的话, 就那么被硬生生地扼杀在了喉咙里。 他盯着面前紧闭的门, 心底的慌乱, 瞬间被一股说不出来的悲凉所淹没。 一个记着你的所有喜好和厌恶, 一个此生目标都是要嫁给你当妻子的女子, 看着你和其他的女人在一起, 衣衫不整的画面, 他第一个反应, 不是愤怒, 不是悲伤, 不是崩溃, 而是冷静而又歉意的, 对你说一句对不起, 你们继续, 然后体贴入微地替你关上了门。 而他呢, 向来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沉着冷静的他, 即便真的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也能做到表面风轻云淡, 可是今天, 他竟然生平第一次流露出慌乱的举止。 这一刹那, 唐石觉得自己刚刚浮现出来的那些惊慌失措, 是那么的可笑和多余。 唐石刚刚的反应过于激烈, 将安妮小姐从自己身上推开的时候, 用的力度有些大, 将安妮小姐一下子推倒在了地上。 安妮小姐望着站在一旁的唐石, 男子和以往一样, 面色淡漠地盯着紧闭的包厢门,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安妮小姐竟然觉得唐石的神情, 隐隐地流露出了一层伤感。 安妮小姐从地上爬了起来, 没有因为唐石的拒绝, 而表现出丝毫的愤怒和羞愧, 大大方方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迈着步子, 缓缓地走到了唐石的面前, 说, 看来, 我真的只能和你做工作上的伙伴。 唐石将视线从包厢门收了回来, 落在安妮小姐的脸上。 安妮小姐递给唐石一个灿灿的笑容, 冲着唐石伸出了手, 虽然局面闹得这么尴尬, 但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我努力追求过了, 没有给自己留下丝毫的遗憾。 唐石伸出手, 和安妮小姐握了握手, 说了一句抱歉, 然后分开。 安妮小姐嘴里的话说得丝毫不在意, 可是语气还是带了浓浓的失落, 没关系, 我有喜欢你的权利, 你也有拒绝我的权利。 顾清成刚刚关上门还没两分钟, 包厢的门再次被打开, 他猛地转过头, 看到安妮小姐衣衫整齐, 优雅抢眼地从包厢里走了出来。 顾清成急忙开口, 再次道歉, 安妮小姐刚刚真的很对不起。 安妮小姐冲着顾清成, 勉强友好地点了一下头, 开口的语气略微有些生硬, 没关系。 说完, 安妮小姐便转身, 离开。 顾清成盯着安妮小姐的身影, 消失在电梯口, 才扭过头, 看了一眼扮演着门的包厢。 是因为她的打断, 唐石和安妮小姐才没有继续吗? 看出来安妮小姐很不高兴地离去了, 那唐石呢? 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也很不好? 在她面前, 自己本就做什么错什么? 昨天在她生日宴上, 她带着她上楼, 翻云覆雨之后, 还对着她发了那样大的火。 今天一天, 在公司里, 她都不敢轻易去靠近她, 生怕她没有消气。 现在闹出来这样的一出, 顾清成站在门口, 好几次抬起手, 碰了碰门, 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地放了下来。 顾清成反反复复犹豫了大概五六次, 她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 推开门走了进去。 包厢内很安静, 唐石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侧着头, 望着窗外, 不知道想些什么。 窗户是打开着的, 有着阵阵的凉风, 吹了进来。 顾清成亲手轻脚地迈着步子, 向里走了进去。 距离唐石还有两米远的时候, 顾清成脚步微微停了停, 然后凭住呼吸, 脉步走到了唐石的身边。 唐石微微侧头, 扫了一眼顾清成。 男子的神色显得有些冰冷, 顾清成只是看了一眼, 就匆匆地低下了头, 心底想着, 唐石果然因为自己刚刚的打断, 不高兴了。 唐石只是扫了一眼顾清成, 便目光寡淡地盯向了窗外。 顾清成时不时地抬起眼皮, 偷偷地打亮两眼他的侧面, 他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两个人总不能一直就这样沉默相对着。 顾清成转了转眼珠子, 看到唐石用的餐盘里, 没有丝毫的油渍, 想到他今晚几乎就没有冻筷子, 于是便开口, 说, 唐总, 您一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是饭菜不合胃口吗? 顾清成的这句话, 宛如自言自语一样, 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顾清成看到桌子上的饭菜都已经凉了, 即便合胃口, 挑剔的唐石也不会吃了。 顾清成知道唐石晚上喜欢吃清淡的东西, 所以便再次开口, 说, 我让酒店给您做点素食。 唐石这次终于有了反应, 他侧过头, 和顾清成的眼睛对在了一起。 他的眼睛长得极为动人, 眼珠漆黑明亮, 深邃有神, 只是里面却闪动着一抹碎碎的冰液。 顾清成, 你在我面前, 能不能收起你那些道人胃口的虚伪? 唐石的语气, 刺耳尖锐, 丝毫没有遮掩着自己心底非讽刺。 顾清成听得心底一紧, 抿了抿唇, 眼皮微微地垂了下去, 遮掩住了眼底的受伤。 他一下子想起昨晚上, 自己想帮他把他脱下来的衣服洗干净, 结果也是像是今天这样, 被他厌烦。 他每一次对他的体贴入微, 换来的都是他的不屑。 他拼命地想要去做到最好, 换来的都是他的嫌弃。 他记得, 从前的时候, 唐石跟自己说话的语气, 有时候也是这么冷冰冰的, 但是, 那都是他犯错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最多就是语气微冷了一些, 从没有对他说过任何的难听话。 可是现在, 别说他犯错了, 他处处为他着想, 换来的却是一次比一次尖锐无情, 刻薄伤人的话。 他不是没有脾气的人, 也不是不要面子的人, 他是真的很想就这么转身走掉, 和他彻底从此以后撇清关系, 再也没有任何的瓜葛。 可是他想到, 自己早上父亲的愁闷, 想到中午缝衣衣嘴里, 对自己父母的取笑, 顾清诚只能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拳头, 强迫自己麻木, 强迫自己没有听见唐石的话, 强迫自己不要去介意。 唐石盯着低眉顺眼的顾清诚, 看了两秒钟, 便扭过头, 继续盯向了窗外, 包厢内显得更加安静了起来。 顾清诚原本因为打断了唐石和安妮小姐的好事, 心底就忐忑紧张, 不想面对唐石, 现在被他这么一嘲讽, 他觉得压力更是有些大, 也更想从唐石的面前消失。 顾清诚原本等一阵子不说话, 唐石会结账离开。 可是时间滴滴答答的过了好大一阵子, 唐石始终没有一点反应, 最终顾清诚有些忍不住地开口, 说, 唐总, 时间不早了, 要不要喊服务员结账。 唐石扭头, 看了一眼顾清诚, 虽然依旧没有开口说话, 可是人却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顾清诚站的位子, 距离他的座位隔了半米远的距离, 唐石站起身, 向前微微迈了一步, 就站在了顾清诚的面前。 他突然间靠得他这么近, 让顾清诚的心, 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比他矮许多, 不敢抬起头去看他, 只是眼睛平平地盯着他胸前的西装扭扣, 找了个借口, 想要转身离他远点, 我现在去喊服务员。 顾清诚不等唐石同意, 便擅作主张地转过身, 准备冲着门口走去。 唐石却快他一步地伸出手, 直接按住了他的肩膀, 阻止了他的动作。 顾清诚觉得自己肩膀仿佛要着了火一样, 传来一阵一阵的热气, 次数多了, 他渐渐地了解到唐石某些举动的暗示, 就像是现在, 和昨天在酒店里的情况一样, 他为他喝完西瓜汁, 想要逃, 他却一把伸出手, 把他甩到了床上。 这样的预感, 让顾清诚的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他该不会要在这里和他做。 他和安妮小姐, 没有做成的那些事情吧? 这是他对他打断他们好事的惩罚吗? 顾清诚明显地感觉到唐石的脸, 冲着自己越靠越近, 他的心底慌张成了一片, 脑袋里快速地想着, 要怎样阻止唐石。 可是想了大半天, 却都没有想出来一个合理的借口, 最后情急之下, 顾清诚想到, 安妮小姐就住在对面的四季酒店, 唐石是因为自己打断了他们的好事, 才怪罪他。 那么现在他想个办法, 让他们重新单独聚在一起, 他应该就安全了吧。 顾清诚想到这里, 立刻脱口而出, 唐总, 我刚想起来, 当当您还没和安妮小姐, 谈下个月的订货量, 我要不要现在打电话, 帮您约安妮小姐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谈一谈。 伴随着顾清诚的话, 唐石的眼神有些很利, 他抓着顾清诚肩膀的手, 一下子加大的力气, 疼得顾清诚后面的话, 一下子被倒抽的一口气取代。 顾清诚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结果下一秒, 唐石就将顾清诚一把推到他身后的墙壁上, 然后低下头, 狠狠地堵住了顾清诚的唇。 他的吻, 强势而又凶狠, 让顾清诚闻到了危险的味道。 他和安妮小姐可以在酒店的包厢里亲密, 可是他的矜持, 他的自尊却告诉他, 不可以。 顾清诚的大脑里, 嗡嗡成了一片, 此时此刻的他, 已经顾不得多想其他的事情, 他只希望他可以放过他。 他奋力地躲开了唐石的唇, 急急地开口说, 我不是故意打断你和安妮小姐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顾清诚因为担忧, 语气里带了一丝急迫, 可是他的急迫, 却没有换来唐石的心软。 甚至他的话只是说了一半, 唐石便突然间伸出手, 连他衣服的拉链都懒得扯开, 直接用力地一扯, 将他的裙子扯成了两半。 衣服撕裂的声音, 让顾清诚的身体微微一僵硬, 随后手就下意识的习惯性握成了拳头, 终究还是在劫难逃。 顾清诚紧紧地皱了皱眉, 下一秒唐石便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手腕, 和上次一样, 拿着被他撕成两半的他的裙子, 绑住了他的双手。 随即, 唐石便毫不留情地直奔了主题, 还是那样熟悉而又钻心的疼痛, 顾清诚的身体绷紧地挽入一块石头,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跟上行场一样的煎熬。 他那样的表情, 深深地刺激到了唐石, 让他整个人瞬间没了轻重。 顾清诚的身后, 是冰冷坚硬的墙壁, 摩擦的他, 后背传来生生的疼。 他紧紧地咬着牙关, 闭着眼睛, 一声不吭地任由着他, 心底却在默默地祈祷着, 这宛如噩梦一般的事情, 快一点结束。 他越是这样的心理重, 唐石下手越是狠, 甚至到了最后, 他将他整个人往墙壁上死死地按, 他亲着他唇的动作, 不像是吻, 更像是咬。 对面的墙壁上, 有一面镜子, 顾清诚从里面看到自己苍白的脸, 还有被紧紧捆住的双手。 此时此刻的他, 就像是被唐石捏住命脉的鱼, 任他宰割。 是啊, 如果可以选择, 他一定不想让自己走向这样的道路, 可是他别无选择。 顾家的事业不如从前, 顾家的金钱不如从前, 一个走向衰败的家族, 是很难回到曾经的辉煌。 而他是要从他的身上索取东西的, 既然是索取, 就要有所付出, 有所牺牲。 只要最后的结局, 是他能嫁给他, 那么, 他的牺牲他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每一次做这档子事, 他都是这样的安抚着自己, 可是, 每一次都没能让他家住在他身上的痛处, 有所缓解。 顾清诚的大脑里, 浑浑噩噩地想了许多许多, 甚至他都想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 与生俱来已经被安排好的命运, 他还没有要处处讨好唐石的思想, 那个时候, 他还只是单纯地为他自己活着, 那是他这一生之中, 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好不容易结束了这样炼狱一样的折磨, 顾清诚闭着眼睛,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次比第一次的时间还要久, 久得顾清诚不知道到底多久, 他只是觉得, 这时间缓慢地有一种停止了的错觉。 终于唐石离开了他的身体, 顾清诚双腿无力地软坐在了地上, 他蜷缩着身体, 双手还被束缚着, 打开的窗户, 有着凉凉的风吹了进来, 吹得他全身泛起一阵一阵的哆嗦。 顾清诚微微动了动脑袋, 看到唐石身上的衣服, 尽管有些凌乱, 却都好端端地穿在身上。 而他却没有丝毫的衣物遮体, 要多狼狈, 要多狼狈。 顾清诚漆黑的眼底, 泛起了一层红, 他快速地垂下了眼帘, 用力地转了转手腕, 然后将手腕从里面挣脱了出来, 解开了衣服。 虽然衣服被唐石撕裂成了两半, 但是勉强地可以遮掩在自己的身上。 可是, 顾清诚的心底却微微有些担忧, 现在没衣服穿的他, 等下要怎么离开酒店。 唐石的大脑有些发猛, 他站在一旁凉酒, 才缓缓地回过神, 视线落在了蜷缩在地上, 盖着破碎衣服的顾清诚。 他裸露在外的肌肤上, 都是清清紫紫的痕迹, 有一些是昨天自己留下, 今天的淤青颜色更加暗沉。 他垂着头, 他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能看到他小巧挺拔的鼻子。 他的手紧紧地抓着衣服, 尽管他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他还是看到他的指尖在细细地颤抖着。 他总是这样, 不管他怎样对他, 他都是半声不吭地沉默着, 哪怕他的心底再不情不愿。 就是他这副没有脾气的模样, 刺激的他总是失控。 唐石盯着顾清诚看了一会儿, 便收回了视线, 拿起一旁挂在衣服架的西装外套, 摸了摸里面的手机, 最后却没有掏出来, 而是将外套披在身上, 直接走出了包厢。 唐石站在楼道里, 才将手机摸了出来, 给四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有些举动, 当着他的面, 终究是不想做的。 挂断电话, 唐石在包厢的门口站了几秒钟, 最后招呼了一个女服务员过来, 从兜子里摸出来了一叠红色的票子, 递给了女服务员说, 看好这个门, 四小姐没过来之前, 不许让任何人进去。 唐石, 四月, 林景晨, 苏年华和路然这几个人, 都是希尔顿大酒店的常客, 里面的服务员是认识他们的。 所以, 在唐石说四小姐的时候, 那女服务员立刻知道, 唐石口中说的四月。 女服务员接过钱, 规规矩矩地点头说是, 包厢的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顾清成抬起了头, 看着房间内空荡荡的, 只剩了自己一个人, 她更加用力地, 蜷缩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她就这么不管她的走调啊。 顾清成用力地抿了抿唇,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拿起自己的手机, 正准备给四月拨个电话过去, 她的手机屏幕上, 就浮现出了四月的来电。 顾清成和四月认识了这么多年, 很多狼狈的模样, 都被四月看到过。 可是唯独此时此刻, 她被唐石折腾的狼狈模样, 却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 这是她的耻辱, 她不允许让任何人看到她的耻辱。 虽然裙子被唐石撕坏, 但是顾清成还是勉强地穿了内衣, 将裙子套在自己的身上, 端正地坐在餐椅上。 四月来得很快, 不过二十分钟便赶到了。 四月的手中拎着一个袋子, 急冲冲地推门入。 尽管顾清成规规矩矩地坐在餐椅上, 看起来仿佛没事的人一样, 可是四月看到她凌乱的头发, 破碎的衣服, 还有红肿的唇, 以及裸露在外肌肤上的伤痕, 整个人还是一下子愣住。 顾清成自欺欺人地掩盖, 在四月的停顿下瞬间瓦解, 她迅速地低下了头。 过了半晌, 四月才回神, 她不是傻子, 一眼就明白了, 刚刚在这里, 唐石和顾清成发生了点什么, 四月开口的声音略显得有些低, 轻轻。 顾清成听得出四月话里的心疼, 她冲着四月笑了笑, 看起来仿佛是不在意一样, 开口的语气, 听起来很轻松, 小月, 你把衣服给我。 四月将衣服递给了顾清成, 顾清成接过去的时候, 四月紧紧地握了一下袋子, 再次开口, 喊了一声, 轻轻。 四月的话语, 有些欲言又止。 顾清成知道她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她却不想听, 因为四月开口说的话, 无疑是给她的伤疤上撒盐。 顾清成的语气和刚才一样, 依旧很平稳。 小月, 你在外面等我。 四月动了动唇, 最后什么也没说, 便松开了抓着袋子的手, 转身走出了包厢。 衣服应该四月从家里带来的裙子, 顾清成比四月稍微瘦弱一些, 穿上去略微显得有些宽松。 顾清成从包厢里出来, 只是和四月对望了两眼, 两个人什么也没说, 就走向了电梯。 四月开车送顾清成回家的路上, 两个人仍旧是没有任何的交谈。 顾清成疲倦地坐在副驾驶座上, 面色苍白的有些吓人, 侧着头, 盯着窗外, 眼睛一眨也不眨,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一点的生气。 四月好几次想要询问顾清成, 他和唐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最终却还是没有问出口, 只是将顾清成送到了顾家楼下, 看着他进了屋, 四月才拿起手机给唐石发了一条短信, 驱车离开。 唐石的车子就停在唐家的院子里, 他人坐在车子里, 一直没有下来。 他透过车窗, 就着两家院子里的灯, 看到顾清成从四月的车上下来, 脚步略微有些缓慢地沿着顾家的十字路, 绕过顾家的后门, 回到了屋里。 过了没有两分钟, 唐石看到顾清成屋子的灯光亮起, 他已经安全回来, 他却丝毫没有下车的意思。 郊区的夜里本就安静, 唐石隔着车子都能隐隐地听到外面虫鸣声, 那样的声音让他的心底浮现了一丝说不出来的空。 唐石伸出手, 开了车在收音机, 里面恰好播放着一首流行歌曲。 他不爱我,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 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 他不爱我, 说话的时候不认真, 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 我知道, 他不爱我, 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 他不爱我, 尽管如此, 他还是引走了我的心。 不知道是不是音乐过于动听, 唐石整个人突然间扭过头, 盯着副驾驶座, 突然间就正中了起来。 十年前的那一个春节, 顾清成十六岁, 他开车载着他去山顶放烟花。 站在山顶上, 恰好可以看到北京城西郊别墅区的夜景, 到处都是张灯结彩, 还有这霓虹灯不断地闪烁着, 和天边的星光相互辉映, 美得宛如人间天堂。 烟花是他一个人放的, 烟火划破天空, 绽放出来绚烂的景致。 他昂着头, 望着那样的美景, 笑得干净而又真诚。 因为天气有些冷, 待了没多久, 两个人便回到了车上。 透过车窗, 还能看到有着烟花不断地飞上天空, 绽放。 在最后一朵烟花绽放的那一刹那, 恰好迎来了新年的倒计时钟声。 透过钟声, 他问他, 要不要许个新年愿望? 好啊。 他巧笑奄然地点了点头, 然后左右看了看, 扭过头望着他说, 时光, 以前你骑单车的时候, 你的单车后座是我的, 现在你改成开车了, 是不是你的副驾驶座, 也只是我一个人呢? 哼, 那算是什么新年愿望? 可是, 偏偏他却还是将他这句当时嘲笑的新年愿望, 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这一记, 便是十年。 十年过后, 那个愿望, 却只有他一个人记得。 他的随口一提, 却是他的终生是约。 他是不爱他的吧, 所以才在看到他和安妮一扇不整的时候, 表现得那么淡定。 他是不爱他的吧, 所以那些两个人之间的约定, 只有他一个人傻傻地记着。 他是不爱他的吧, 从三年前的那一件事, 他就知道了。 他是不爱他的, 可是尽管如此, 他还是引走了他的心。 他也是约定西班农猜傑的心。